詞曲 林文貴 李宗盛 喂 登場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哲學《非星期雨》 那在禮拜天的晚上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刻 來到我們今天的講座 今天是6月15號 剛好是警察節 那我們也很 很榮幸的就是在這邊跟社群畢竟社群星期五合作舉辦這樣子的一場關於警政署不敢告訴你的真相的一場講座 我們今天其實是滿周滿難得的一個嘗試就是下午有一場然後晚上又一場接連兩場接連兩場的講座 那沒想到還是有這麼多的朋友來到今天現場來關心 那非常感謝大家 那今天警政署不敢告訴你的真相 我們主要會針對警察公會的相關的事情 那包括說警察公會如何就是警察為什麼要組 就是警察如何組織公會然後警察為什麼不能夠組織公會 以及就是警察公會能夠保障他們有什麼樣的對他們有什麼樣的保障 那我是今天這五分這場中談會的志工跟主持人 那我叫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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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好其實有點意外有點驚喜就是今天在場有非常多跟警察有關係 甚至本身就是擔任相關職務的朋友來到現場 那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對話跟討論 那我們接下來會先就是請謝鳳廷同學 他先來就是簡單來介紹一下警察公會推動會 以及警察的一些勞動狀況 對然後再就是按照剛剛說的就是如何 為什麼要組織公會 為什麼不能組織公會 以及組織公會應該怎麼做 會有什麼樣的效益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對那大概事實上按照這個持續來進行 那我們先請謝鳳廷同學 嗨 大家好 然後 怎麼是這個 是這個 是這個 不是 是這個 第一章 第一章 我被看過了 我是正大民族的學生 然後也是警察公會推動會的成員 那今天主要我會跟大家稍微描述一下 就是我們我們警察公會推動會大概的組成 然後還有就我們目前所知 就是警察遇到的狀況 就是今天的講座大綱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組織大概是從4月開始 然後我們是從一個粉絲專頁 就是支持警察組公會 上位警察勞動權益 這個粉絲專頁開始 那一剛開始我們只是在網路上有一些 言論或是動態等等 在描述這件事情 那一直到我們裡面的成員 從就是像剛剛86 然後我們還是大學生 然後甚至有上班族或是有高中生 那大家共同目標就是希望可以推動他們的勞動權 那我們現在實際曾經做過的事情 就是5月1號在勞動節的時候 我們有辦一個遊行 參與一個遊行 然後那時候人數還不少 就是還蠻訝異的 因為我們本來很悲觀的覺得 可能是20個人問多少 那去媒體報導現場 就是我們的隊伍也沒有上班人 那那天其實下來 我們很辛苦 就是大概就是陪我們走的這段路 然後也讓我們對大家確定說 這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然後也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目前比較明確的兩個分別 第一個是我們正式成立了 警察公會推動會這個組織 然後希望他可以做為警察公會的前身 就是儘管我們現在內部就是 才剛開始跟女朋友做聯繫或是警卷等等 那我們希望說就如同消防員一樣 我們可以在這個體制還不允許 我們成立公會的時候 先有一個公會的前身 那當我們可以成功的修改公會法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轉型成警察公會 那第二大目標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當然就是修改公會法 因為現在警察、消防員甚至其他公務人員 是沒有辦法來組織公會的 那假設我們可以成功修改公會法的話 就是可以把他們的權力 一起都拿刮進這個制度裡面 好再來就是我們簡單的講解一下 介紹一下就是目前他們的工作處境 或者是他們的遇到狀況 那這個表格 呃 圓的話可能看不太清楚 他是從86年一直至今 排出來就是警察過老死 或是其他相關的過老事件 然後我們資料來源是警生會 警生會是一個 呃有警卷 主要是由警卷組成的 那他們也是就是持續希望推動 警察公會這件事情 對 然後呃 再教一下 這是目前台面上 我們可以看到的資料 那其實呃 媒體報導 或者是有被 算進去的數字 就一直講 呃 這是97年到現在 然後是調制的數 那所以意味的是 我們沒有 我沒有沒有看見 或者是呃 不被知道的被隱瞞的數字 一定是更多的 而且這是過老死 跟過老狀況的人數 那除此之外的 更多狀況 都是呃 沒有辦法解決 沒有辦法被看見 好 然後呃 接下來是我們大概 就是簡單的收集了一下 呃 從警察那邊 大概他們陳述 他們現在遇到的狀況 然後 如果有什麼就是出入的話 也可以請其他就是剛剛有 呃 警察朋友幫我們糾正 或是做更詳細的介紹 那樣 第一個是就是呃 台灣警察招額都從中央招募的 但是他們編排預算 卻是地方 就是名義代表在編排預算 所以他們人員是從中央分派下去 預算卻是掌握在名義代表手裡 所以就會出現 譬如說名代施壓 然後呃 導致他們可能有些案子 沒有辦法 然後的辦 導致他們執法上面的困難 然後 這是他們呃 提出來的第一個問題 嗯 然後第二個也是 我們在這陣子獲取可以看到的 就是他們的起務內容很雜亂 就諸如就是呃 110或是1999這種專線 那他們其實接獲的案件 從我們直接知道跟治安相關的 譬如偷竊腸道等等 一直到就是抓貓抓狗啊 然後呃 抓蟑螂啊等等都有 蛤 沒事 對 就是 就是他們的起務內容 已經超出他們直接應該要受理的範圍內 所以會導致他們起務過於呃 龐雜過於雜亂 然後他們工作量過大 那其實這些比如說抓貓抓狗這種事情 應該要有別的單位去負責 卻全部都是難過要在他們的職責範圍內 然後在進來就是社會運動呃 呃 這麼多的情況下 他們的起務是排大的方式很混亂 然後也就是常常是在支援 比如說中央機關或是各大長官的官邸的站崗 那其實呃 呃 因為他們表示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嚇阻的作用 並沒有實際上的很強烈的防禦 或者是什麼樣的功能 只是一個 導致他們就是工作上的負責 然後第三點是就是他們的排班跟輪班 呃 有一些制度上都合理 然後各縣市的地方派出所等等 都有不同的排法 像是台北市的話 他通常是才去12個小時的輪班值 那可是像新竹縣他可能呃 通常他們一天就是12個小時 然後新竹縣就是從8到12 呃8點到12點 1點到5點 然後8點到10點 然後早上6點到8點 所以他們的休息時間是被切開來的 就是狀刺符合規定的12小時 狀刺有呃合理的休息時間 但是實際日記上他們休息時間是切開的 而且可能會硬性規定 他們要參加請教會議等等之類 所以他們的生活是充滿工作 而沒有正常的休息時間 然後各地邊排不一也會導致就是呃 每個地方的狀況不一樣 沒有辦法做統一的管理或是管制 然後第4點就是績小制度 像進來呃 呃酒駕是大家很關心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酒駕的取締商就會變得呃 呃被無限放大 那諸如其他的交通違規 床鴻燈等等的就會被限縮 那其實這樣有點是跟著輿論 或跟著呃上層的老家在做事情 而不是直接的反應說呃 呃我們現在遇到什麼狀況 所以應該要做什麼樣的數字 然後而且他們的呃 呃未酬及小騰 這個月他的開單量 或他的行案處理量 就要比上個月更高 可是這並不是一個企業說 我的業績要越來越好 而且我們應該要因為當月的發生的事情 而有不同的數字的改變 不同的應變的方法 而不是單未酬一個數字數量成績 而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吃案的問題 他有些機關可能呃 曾經每個案件都聲報上去 然後導致上級長官的不高興 那就是諸如此類因為績效制度 然後導致的呃壓迫 或者是在處理案件上的問題 都是他們呃目前反應出來的 然後還有像是呃呃 遠景的缺額不足 因為其實他們的工作量非常的龐大 那每個人工作時間會長這麼長 就是因為呃人員的時間不夠 那或者是呃像基層原理是從井端出來的 那可能長官都是從井納出來 然後造成他們在呃對事情的想法上 或什麼會有一些落差 他們舉例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便沒有辦法單一 從個人或是呃一個小小的團體去解決 那他們內部又有可能階級或是呃什麼制度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希望說呃可以推動成立警察工會 然後這些問題可以被解決的同時 不只是對警察對警罪有幫助 相呃同時也會助幫助到整個台灣的治安環境 是一個互助的呃政策 嗯然後如果我上述有什麼就是呃跟現實情報出入的地方 然後可以就是請等一下我的警察朋友再做補充這樣 好我們就先 好謝謝 那呃呃 接下來應該會先請呃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 很多的學問 對那呃呃我再補充簡單補 呃不是應該說簡單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在樓梯下來的地方 我們有放一份今天的資料 那裡面有警政署 呃對就是有今天座談會的那個那個文匯單 如果大家方便的話也許可以推一下 那讓我們以後可以就是有更多的資料 或者是有知道要如何去推動我們的運動 那呃呃工會基本上應該要由就是 受保障或者是希望保障權力的那個主體 也就是警察本身來組成 但是我們現在也還在就是積極的接觸各方的警戒 那呃呃最重要的當然還是計程警察 希望能夠一起加入來推動 像是就是消防員已經有消防員在加入了 但我們可能呃呃 因為警察的性質還是比較敏感一點 所以就是還在努力當中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認識的話 也許可以在之後後續呃呃有進步的接觸 那我們先首先要先來談峰會的重要性 對那請到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的文學老師 謝謝 好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好 高興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的講題是看到很多認識的朋友 其實我的別的講題原來是講 教師公務會的組織歷程 我是想希望藉由我們組織教師公務會的經驗 讓他進一步去認識 做一個受護者 比如說警察他也是受護者 公務人員是老師也是 特別是在公務體系的 政府部門的員工 以往可能會被認為是鐵棒桶的人 為什麼要組織公務會 把這段過程跟大家分享 我就用我的簡報桶來跟大家做報告 有 是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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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嗎? 這個嗎? 還是要讓他們接觸一下 我... 我到來... 對 我有... 我... 我把它抓出來 還是要先拿他們接觸一下 對啊 我把它抓出來 那我先拿 對對對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 簡報還沒有... 準備好 因為本來... 本來以為... 就是有時候最老是會玩得到 所以我們就是沒有... 還沒辦法接觸到 結果... 就知道 反正簡報沒有接觸到 那我們... 申請是一場... 他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實習秘書 然後他在... 就是去年... 警察界的... 去年的時候其實就有... 稱對警察公會在兩公約的... 就是在兩公約方面的保障 那有過一些討論 然後他也是就是兩公約實習檢查 簽署的實習秘書 所以今天他就... 就是... 請到他來... 講... 就是從 我的... 柔辯若或是從... 嗯... 那发展出現 他... 為什麼不能過渡 為什麼對 各位同樣地位 我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工作人員 要多謝一下 好凡是也像剛剛話說的 還說會一直持續的在監督所有兩公約的這個落實的這個情況 那我今天來這邊的一個任務跟功能就是要從兩公約的角度跟大家講說為什麼警察不能組公會 那其實那個答案當然是一個怎麼講 應該是要從一個 就是說警察應該要組公會 因為他有這個權利 但為什麼種種的這個條件 然後警察的文化 以至於就是種種的限制 然後讓他們實際上不能組織公會 我想後面那個才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障礙跟那個限制 那如果真的從兩公約這個法律的這個規定來看的話 基本上是應該是毫不遲疑的 就去主張說 任何的公務人員只要他是處於一個勞動狀況 只要是處於一個勞動狀況 那他就是作為一個勞動者 那作為一個勞動者基本上 他就應該要享有國際人權規範裡面的基本的權利 包括比如說像那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 裡面有三條六七八條很明確的就是賦予了每個人的一個勞動的一個權利 每個人喔 因為大家如果看公約的話 會看到他規範的那個對象會有所不同 好比說其實公約大概就只有 比如說參政權 他是只賦予給公民 只賦予給公民 可是條文裡面如果有寫到人人 只要是人人的這個規範用語的話 基本上就是所有人 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公民 不管你是不是公民 你只要是在這個國家 國際裡面的那個處於 就是在國際裡面 你就享有公約裡面規範的大部分的權利 那好比說 舉個例子 好比說外籍愚工 外籍愚工基本上他們 不是本國人 甚至他們工作的條件可能在船上 可是 那個勞動部曾經有明確的說 只要那個漁船 它掛的是台灣的國旗 它就是台灣國際的延伸 那所以在上面工作的漁工 他就應該享有基本的勞動權 就應該要受到勞起法的一個保障 所以從萬奇愚工的這個 就可以來看就是說 我們怎樣去解讀 就是公約裡面講的那個人人 那回到就是 呃 今天的那個警察的部分 其實 不管是在這個公民政治權利公約的 第22條 就是哪 呃 裡面看到的那個條例 那其實另外金色文公約的第8條 其實也有類似的一個陳述 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那個集會結社 跟組織公會的這個權利 那當然除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更細密的去看這個東西的話 除了這兩條之外呢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呃 你不能因為呃 你的出身 性別 種族 任何的身份 然後呃 所以在給予你的權利上 有所差 差別大力 這是不行的 那所以 再加上這兩條來看的話 就會讓 呃 警察 可以組織公會的這個 呃 大家看到那個公文裡面 他們只會講說 呃 根據公正公約 那就是很好的第2條 就是說 呃 仿佛就是國家 可以 基於某些 呃 呃 情況下 國安啊 對啊 等等的那個來限制 然後甚至也會說 呃 就是說 國家是可以依法來 呃 限制工人員 尤其是軍紀 他會特別這樣行 可是我們必須要說 就是 呃 呃 那個真的就是 只是一個 呃 呃 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 呃 那個地月果他要去做一些 呃 呃 在地性的 的一些調整 而不是 直接用這個 這個 呃 呃 附加的這個 條件限制 然後來取消你的基本權利 那個 那個論述的那個 邏輯是 有點奇怪的 他不去看 呃 呃 那一條的一開始 就明確的說 每個人都有集合決勝權 他不去看那個法案 他去用 後面的那個線條板 然後來 來解釋這個 其實 呃 呃 這樣子的解釋 其實我們 呃 呃 看多了 其實最 最 最好笑的就是說 呃 呃 前一陣子在這個 呃 街頭上 呃 跟警察對抗的那個 情依其實 跟經驗都還很 很新 然後 呃 最 最讓我吐譜 吐血的 就是說 警察 直接對人民說 你違反你們兩個公約 這個 這個是非常地 好笑的一種情況 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 國際公約的 呃 他是自願的戴上某一種手銬或是自願的束縛 但他的被束縛的就是所謂的基本人群 也就是說其實如果真的要回到國際公約的整個背景的話 他其實是跟過去威權時代的歷史脈絡是息息上關的 整個聯合國的一個成立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因為有納粹的經驗 就是說一個國家機器他怎麼可能在這麼幾年的時間 然後可以去圖殺這麼多猶太人 然後人類經歷了這種慘暴教育之後 聯合國從這種殘破的這種文化裡面孕育出來 就是各國都知道說這種事情不能再發生 所以必須要通過組織聯合國 然後通過非常多的很多的國際人權的機制 然後來限制國家的權利 其實在整個聯合國的這種成立過程中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是一直在業務裡 也就是國家主權跟人權難比更優先 那當然在國際現實裡面其實 國家主權的這種論述一直被很多很多主權國家 一直的去認為說他應該要優先 那最厲害的當然就是那個亞洲價值 就是中國跟新加坡他們會說 經濟就是說我們要做人吃飽再談人權 可是這樣子其實 的一個討論一直是被批評的 然後到現在基本上 當一個國家他在用風權力在侵犯人權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聯合國會以一種人權優先的一種 工作數然後去干預去干涉那個國家的一個主權 那其實這個這個並不是一種干涉 其實就是要回到就是到底國家的正當性是從哪裡來的 那當然就是基本上現在國家的一個成立 那就是從一個保障人權的角度成立 所以說人權優於主權的這種論述 基本上就是回到現在國家的正當性的一個單元 所以講那麼多其實 從剛剛講的這個聯合國成立 然後一直到回到台灣 其實大家也知道台灣其實都沒有經歷一個 很好的轉型正義的一個過程 所以不僅僅指示警察的這個組織文化裡面 他為什麼會視警察的一個基本人權的爭取如洪水 那其實是因為台灣的警察或軍人 剛剛有朋友提到的就是 未來我們在街頭可能遇到的就是軍人 那基本上 呃 台灣其實還就我自己的一個深刻的感受 我會覺得 台灣其實還處於一個威權的 情況 其實我們可能從來沒有剝離白色恐怖 可能白色恐怖的那種 呃 可怕的那個機器 他只是 呃 有一些 自我進化的一個過程 他變得更細緻 對 有一個外表 可是他有一天 當 當他 呃 就是說 面臨了一些危機的時候 他的 他過去的那種 呃 本質就會 就會再跑出來 那現在其實就是面臨一個 非常關鍵的一個 一個時刻 所以 呃 就是 我一個國家 一直把警察跟軍人 當作一個國家 控制的一種 一種 呃 一種手 一種手 手手手工具 所以 所以 當他 聽到機程員警 或者是 呃 警卷 有了 就是說 要還 還給這些 公務人員 或者這些 機程員警 一些 基本權力的時候 那他就會非常緊張 因為 他可能就會認為說 呃 呃 這些人意識到自己的權力 那他有一天 他會 不受控制 他會不受控制 可是 呃 如果我們回到 呃 這些 呃 呃 權力來看的話呢 其實 我們 在未來的一些運動上 可能要 不斷的去跟這些 反動勢力去做 有些很多的規劃 那我想 等一下 呃 魯老師 可能在這個 教師組工會的過程中 一直 不斷的 面臨到 比如說 家長團體 會 去質疑說 呃 你主事工會 就是要罷工 所以會 剝奪 呃 這個 受教權 受教權 這樣 就是這個 反動勢馬上就會出來 然後會 做成你的規意 然後 是否要去取消你的權利 那我想在 警察組工會的過程中 一定 也會 那個面臨到反動勢力 就是說 呃 一旦警察組工會 那是不是 呃 有那個治安 有那個重大刑案的時候 呃 警察就會 呃 到一時間 然後他就 他就不做了 等等的 就是說 就是說 然後就會馬上 呃 我猜那個 到時候警察 主事工會的那個力量 就會 會跟那個廢詞聯盟一樣 就是會 會面臨到 非常強大的 那個反動勢力 那 但是 呃 呃 這現在很難沒有出來 因為 因為現在 大家還覺得說 我們的這個 聲音還在 一個喜不欠揚 可是 呃 到有一天 呃 我們真的 就是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去 想辦法去 呃 試圖去發展一些 論述 然後來跟 這些反動勢力 去 去對話 就是說 其實 呃 還給這些 呃 警察 同仁 基本權利的 這個部分呢 基本上 呃 其實是不會跟 呃 他們 既有的 這個工作 是 呃 有抵觸的 反而 其實在 很多資料都可以看到 還給 呃 每個人 尤其是警察 他既有權利的話 其實就是在改善 他的一個 呃 應有的一個工作的條件 因為 警察也是人 就是 就是他不可能處於 二十四小時的一個工作的狀況 呃 呃 其實 呃 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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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他們在一個 呃 大家現在都看到那個 呃 監獄裡面有非常多的警察 是配槍的 那 其實我自己都很擔心說 如果這個警察 他已經 連續值班 二十四小時 然後他如果又面臨了一些 呃 人生的一個困境 然後 可能 如果心情又很不好 然後他無法 無法 無法 無法抒壓 或者是他沒有一個 工會的體系來支持他 去爭取那個權利的時候 那 他如果拋了槍 怎麼辦 那就是說 就是說 那個是對我們而言 一個 呃 非常 呃 一個大的一個威脅 那 不管他是警察還是正解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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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 呃 像 像 正解那樣的情況 我相信他一定也是 呃 在很多的那種社會壓抑的 過程中 然後 呃 讓他會去做那樣的事情 那我想警察如果在 更多那種制度性的壓迫下 呃 擔保他 呃 也會做一樣的事情 那最後可能跟大家來分享一個 呃 呃 呃 環球會 過去有 其實有 幫助過一位基層原警的一個權利 當然 呃 我們那時候在幫助他的時候 並不是主公會的一個權利 而是 呃 讓大家知道說 警察他服侍 他服侍 單一的 都是男性 陽剛的 然後 呃 都是穿的一樣的制服 然後想的一樣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 就是一個來 跟我們 申訴的這個警察呢 他 基於一個性別的 一個認同 他 希望就是 呃 留著長髮 然後 呃 但是 呃 呃 他覺得說他留長髮髮 是對於他一個性別認同的一個展現 可是 警察的一個規範裡面有一些規定就是說 呃 呃 裁妝服侍的那種內部規定 其實就是要求每一個男性就是要減髮髮 就是要短髮 呃 短髮這樣子 那 其實我們在跟警政署溝通的過程中 其實 就是 會去說 呃 那個規定其實是違反了這個性別刻板影響 違反了另外一個公約的C道公約 但今天我們看C道公約 總之就是 那個 那個規範基本上 在複製的性別刻板影響 那 甚至我們會說 其實 呃 女性留長頭髮 跟女性留長頭髮 其實 呃 你只要做一個適度的一些 修術或者是整理 其實他也不會影響到執行 但是 警政署的官員就會 認為說 男性就是要留短髮 那 我們在那個爭取的過程中呢 呃 這位警 警察其實 他就面臨了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然後被 被所有的那個 警戒去 可能去 呃 他的長官可能去約談他 然後甚至 然後他可能也會 因此 呃 我像 我猜在那個 警察那種 文化裡面 他已經受到龐大的這個壓力 那 假設我們在協助他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 警察工會 沒有 那有一個知識體系 那 我相信在那個 呃 所以 呃 所以 呃 最後就是 還是回到 呃 警察組工會 是 基本人權 然後 呃 呃 去 去 去 做更 呃 就是 呃 很顯高 危險的 這個 工作 他還是可以去 比較安心的 去執行他的企圖 呃 也不會 呃 危害到 呃 就是整個 呃 社會的安全 因為我覺得 警察就是 他就是 台灣合法可以 想有無力的一群人 可是 呃 我們難保他們的 心理 心理跟生理的狀態 是 是有能力去 拿 這些 合法的盧器 謝謝大家 那 希望等一下其實可以聽到 呃 在大家更多的對話 尤其是 很高興今天有一些 跟警察朋友 有來 那我們其實更希望聽到 你們呃 呃 在現場的 呃 呃 執行 就是說在那個 第一線的那個經驗跟 跟 跟你的想法 然後未來其實 是希望可以 反而就是那個主力 應該會是在警察朋友身上 然後我們 我們外 外面的這些社會力量 其實都很願意 來跟 來支持 來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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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 你們想像中的老師是什麼 一個老師的圖像是應該是怎麼樣 繼續看 這些大概是我整理出來 就是 老師的身分是 就是 一般的人對一個老師是怎麼樣看 可能大概就是這樣 可能很多老師也自己這樣子看 老師是天地軍訓師 士農工商 或是聖子老師 什麼叫聖子老師 就是 不應該計較自己的權益 應該就是全新的奉獻 這個叫聖子老師 勞動者教師 全世界的老師應該都是勞動者教師 但是在華人體系 我們不要講其他的地方 就講台灣 到現在為止 很多人還不認同老師具有勞動者身分 雖然我們已經可以組工會 但是還是很多人認為 老師叫後康 怎麼會是功能 我自己組工會 參理教師公會的運動那麼多年 我的教學年是20年 我是一個公立學校老師 我教學年是20年 我參理教師組織工作大概12、3年 這12、3年來 我常常碰到 我以前教我的老師 這是我念師院的時候這些老師 一開始可能很多人都會這樣子講 你是打他嗎 後後的老師我還走會做幹 各位聽懂我們知道 這是很多我們社會 因為一般對一個老師的這種 身分識別的一個刻板印象這種認知 最後這個當然沒有疑問 大家都講老師當然是一個教育專業的人 現在大家都會講說是一個 什麼樣的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 好 這個是威權時期 剛才86有講到說台灣 有白色恐怖 這個是一場 白色恐怖的時期很長 其實在威權時期 台灣的老師跟國家的關係大概就是這樣 我從一個老師他的教職生涯的三部曲 很簡單讓各位知道 我等一下會講得很快 用這個內容蠻長的 養成階段以前是一員培育 就是你要當一個中小學老師 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念什麼 師範體系 從師範學校 一開始是高中畢業就可以教出了 師範學校 那就是國中畢業去考 師範學校後來變師專 後來才變師院 就變教育大學 養成階段是這樣 那後來師資培育法通過以後 就打破了 打破了這種國家壟斷 任教我是公費生 所以我民國83年一畢業的時候 我是被派到某某學校去的 是按照你的成績分發 填資源然後成績分發 然後保證就業 然後退休是國家分級 無需抵迫 這個是在威權時代 我們完全不必去迴避他 也不必去否認他 不用去幫他好像去掩飾他 或者說現在去美化他 事實以前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完全改變變成怎麼樣 各位看一下這個時間點 養成階段從一員到多員 這個是1994年私培法 已經整整了 現在2014 整整20年前 任教從派任到聘了 所以現在任何個老師 中小學老師 大學老師都拿的都是聘書 中小學老師以前拿的是派令 我剛才講 我到第一個學校去服務的時候 我是被當作公務員 拿的是一張派令 派我到某某學校去任教 接下來就是拿聘書的 1995年以後 恩己制到除今制 這個也是常常老師被誤會的地方 就是說老孫那叫後康 上班時候課那麼少 然後又含暑假 有沒有 退休還有什麼 夠準備趴啦 有沒有 各位 這個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從1996年以後 就民國85年 1996年有什麼 國家建立了有什麼制度 就是除今制度 所有的受付者都應該要有什麼 退休保障 以前的公務體系就是 軍公教人員 確實是國家給的 那叫恩己制 但是1996年以後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都是相對提波 在座如果有警察來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警察也提波 有沒有 警政署也提波 老師也提波 學校也提波 或是教育部也提波 叫相對提波 這個在勞工 勞工有勞保勞退 勞保的部分就是127嘛 勞工 務主跟政府127 有沒有 然後勞退 就是多少 6% 6% 有沒有 但是在台灣制度 很多時候就會變得很招金嘛 6%到時候會變得 老闆不出將你自己從口袋裡拿出來 對不對 所以很多問題 但是不管怎樣 職場已經根本改變了 這個是已經發生20年 不是 兩年 已經很久了 就是現在大多數的老師 他如果年資 中小劉老師 他如果年資是少於20年的 什麼意思 就是其實他從教書第一天開始 他就不是以往那種制度 他早就不是國家保障的制度了 他是完全都是 像一般的受護者一樣的制度 差別只在於 在座的你是私部門的受護者 你的老闆是誰 就是企業主 但是軍公教人員 在座軍公教體系的員工 你的老闆就是政府體系 就是政府 差別在這裡面 其他都一樣 好 這是台灣教師運動的回覆 我簡單講一下 剛剛有講到白色恐怖 台灣的老師 或是台灣的教育體系 當然是相對保守 很多人就會去想說 老師怎麼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老師自己補定自己是功能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台灣經過很長時間的戒嚴 其實老師不是 台灣的老師不是這樣子 台灣的中小學老師具有很深厚的那種 抵抗反抗者的 那個統治者的這種傳統 比如說在日本時代 帶領農民運動的剪輯 各位聽過嗎 剪輯是中小學老師 中浩東 白色恐怖的 後來有科企畫 各位有聽過新英文寶 這些全部都是中小學老師 所以台灣的中小學老師 其實有過這一段光榮的歷史 但是在白色恐怖的時候 很多老師他是變成 在校園裡面如果是異議人士 很多都變成政治受難者 你如果去查 當初白色恐怖的時候 那一些政治受難者的名單 其實很多是教育的人 老師是教育的人 是 然後很有可能是 沒有老師學生一起受害 就是老師組讀書會 教學生讀什麼社會主義馬克思 這樣也就是思想反送 都會被抓走 好 繼續 教師運動的三個階段 我現在整個把視野拉長來看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 白色恐怖的時間點就不用講 台灣是1987年7月15號解嚴 1987年解嚴以後 才有教育前輩去組了教師人權出境 就有點像現在各位在組的警察工會的推動會一樣 是 消防員的推動會一樣 1987年到1995年 因為這個教師人權出境會 他們去 就跟各位現在要做的工作也一樣 你們要去修工會 把消防員、公務員或是警察都可以組工會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要去推動 讓老師有一個結社權 教育前輩 那時候我都還沒教書 好 那接下來就教師會成立 然後教師工會 大概這三個階段 來 再來 好 教權會可以看一下 這是1987年到1995年 你看 1987年的7月15號解嚴 同一年的8月23號 教權會都成立 很顯然其實這些人都已經運作很久 只是法律上本來還怎樣 不容許他嘛 因為都還趕進啊 報進啊 就解嚴以後大家才感動嘛 所以各位看一下 就提出了教師人權協議 做了這麼多的訴求 其實都是很基本的 各位看一下 訂定教師法後來定了 反對政治干預教育 有沒有 教師依法享有示威有情抗議的基本人權 都是講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然後講有言論出版講學的這種 憲法保障的自由 各位看一下 那後來這些前輩 他們真的就去催生了教師法 教師法就是1995年 民國84年的8月9號 在立法院山土通過就升下了 整個教師法 其實你回顧立法院在制定教師法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角力的過程 當初有比較進步的人士 有比較進步的人士 就比較進步的立委 他們就是主張什麼 就說不要再立教師法 就老師就跟一般的功能一樣 回歸到什麼 勞動權益的保障就好 公會法的適用 所以就是主教師公會 統一老師主教師公會 各位想一下 1995年那個時候 是比現在更什麼 更不可能 實際更不成熟 所以有另外一派 更反動的 他就說老師哪有在做幹嘛 就是這種邏輯又來了 所以到最後的妥協就是 老師既不是功能 也不是什麼 你看喔 老師不是醫師公會 主那種公會 同業公會 業必會會那種公會 也不是那種左邊的功能 主受護者的公會 我們是主一個教師會 兩邊都不是 那個背景是這樣子來的 然後他整個教師組 教師會的 教師會 教師法原來有三十幾條的條文 只有三條是講教師組織 所以其實 教師法根本不是拿來規範教師組織用 他是在釐清老師的權利義務 它還是一個進步的法律 因為以前老師跟國家的關係就扯不清 就簡單來講就是一種特別權利關係 就跟公務員一樣 國家叫你做什麼老師就去執行 所以老師沒有一個主體性 老師沒有主體性 教育其實就不會有主體性 我們的教育就不可能開展出 那種養成一個健全的國民這種 就很容易被統治者 不管是藍的綠的 執政者他都想把手伸到你 教育體系 那老師就是一個執行的工具 就是統治者透過老師 老師自己也搞不定的狀況 很多老師就是照本宣課 就這樣教書 教科書怎麼寫 你就怎麼教 所以有人就講 其實 課程 教科書 這種都是在傳遞 誰的意識形態 對統治者有利的意識形態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教科書 中小學教科書裡面 可不可能出現說 所有的受付者都會主動會這種字眼 不可能 會去講 講 這個導工是怎樣 或是導師糾蹲或是罷工 通常都是用什麼 負面的用語去描述 或是自由經濟他會去鼓勵 說這樣子經濟才能成長 才有競爭力 我們的教科書是會往那樣方面去寫 好 那 法律通過了 不代表 這個工會就從天上掉下來 沒有人去組 這個工會 一樣是 法律通過就法律通過 你組織還是組織不起來 還是要人去組 所以各位看一下 1995年8月9日公布以後 全教會 就是 不是公會 全教會 全國教師會 在1999年2月1日成立 一直到2005年 你看喔 1995年到2005年已經整整十年 我們 因為教師會是分三級 我簡單講一下 學校 有一個層級 縣市有一個層級 全國 到最後 1995年雲林縣才成立 所以很顯然 那一邊的老師 或是那一邊的社會 氣氛 環境 家長的那種 跟老師的關係什麼都 影響了老師主公會 主教師會的權利喔 不是主公會喔 連主教師會都拖那麼久 各位看 有沒有看到 所以 我們整個 25個 台灣在行政區化 以前是25個縣市 25個縣市 完全組成 教師會 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 也很長喔 法律已經通過了 通過了以後 整整十年才 每個縣市都組成 來 好 那三級教授就遇到很多的問題 我現在 來看來 遇到很多問題 就主要我剛才講 因為他整個教師法的條文 就只有三條 是在講教師組織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 幫老師梁聖定座 要去組一個 自己組織的這個法律 不是 雖然靈異上他是特別好 但實質上他沒有 沒有鼓勵老師要去組織 教師會的這樣的動機 完全沒有 就是肯定會 療廢一格這樣子 那我們就在2002年 就發現 從全教會成立以後 就發現 教師會面臨很多瓶頸 所以我們從2002年 就已經12年前 928就發動十萬教師的大流行 就是以教師組織公會 防火勞動三選會主要訴求 這就是 這個現在 這樣子的規模的人數已經是小case 對不對 一次比一次很多 但是其實在2002年 這個場面還滿震撼 還滿震撼 那老師當然就是老師的樣子 其實 我們做社會運動大家都理解 現在常常有一個用語會被 拿來被突顯說公民 有沒有自主公民 什麼叫自主公民 自主公民可能會被媒體 或是被一些比較 認為是公民的這樣子的角色的 身分認同的人 會認為說 遊行 十萬人遊行過後 地上沒有留下垃圾 這個會被 可能會被認為一個進步的公民 我覺得人是透過運動 透過實踐去會進步 會去反思 會去反省 不論那是進步不進步的指標 不是 應該不是這樣子在看 但是 全教育那一場遊行 確實媒體是這樣子報導 但是 你現在回想起來 可能這個對 教師會的形象 可能是有加分的 因為如果 如果那一天是遊行完整的很亂 可能隔天媒體就全部報導說 啊 為人思表什麼又來了 好 可以拍照 然後來 我們就一直努力要去組公會 那我就在會裡面 就 其實就是主要做論述 或是宣傳 或文宣 或是做法案遊說的角色 好 我參與這些角色 各位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們就在 2009年 立法院就通過 兩公約 就是剛才一想講的兩公約嘛 所以 其實公會法之所以會修正 我們當然有努力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是主要的功勞 真正的功勞是誰你知道嗎 各位一定會覺得很像 真正的功勞其實是 是蠻殷舊的 因為他自己通過了什麼 他通過了兩公約嘛 台灣本來 我們沒有兩公約嘛 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合國 我們沒有兩公約的 在國內沒有完成的法 他把兩公約拿來國內法化嘛 結果兩公約裡面就講 所有的受戶者都會什麼 組織公會 組織公會 那你公會法就明明就禁止什麼 老師啊公務員啊什麼 這些組織公約 所以他就違反兩公約 所以他就被迫 其實他就要去修正 他當然是新公安情務院 所以就去修正 修正了後來就是有這三個法 這個一半就是會講公會三法 或是勞動三法 公會法 團體協約法 勞治正義處理法 他就是在處理公會的三個領域的不同的事情 公會法就是在講公會的組織 團結 所有的受戶者的團結的問題 團體協約法就是簡單講 就是講什麼 假設以後警察都會組公會 就是警察的勤務 不是由警政單位片面什麼 發布片面規定 而是由警察的公會 跟警政單位一起去協商出來一個什麼 對維護治安也好 對保護警察的權益 能夠雙贏的這樣的歸版 是用協商 就是老師協商 這樣各位理解 那老師正義處理法就是 當然是一個最後的武器 比如說一個受護者 他的權益被剝奪被限制的時候 他到最後可以發動什麼抗爭 比如說大家最清楚 最後一個最 應該是 最後的手段就是罷工權 但是其實罷工權就是正義權的一環 他有很多的措施可以去使用 再來 成立以後 就是公會法解禁以後 我們在2011年 就是現在2014嘛 就是三年前 5月1號當天 我們很多縣市的老師就主公會 所以5月1號當天就主公會 這一點其實真的要感謝老奧會的解釋 因為如果按照一般的公會的組織 的程序應該是怎樣 是2011年的5月1號公會法才解禁嘛 那你解禁以後不是才應該去籌組嗎 那籌組不是有程序會花時間嗎 但是後來我們跟老奧會其實之前有一些溝通 他們同意我們之前的籌備動作全部都算數 所以2011年的5月1號 很多公會就立刻掛牌 就成立縣市層級的 那全教總因為是一個聯合組織 這等一下我會講有差別 我們是一個聯合組織 我簡單講好了 就是公會跟三種 職業公會 企業公會 企業公會 產業公會 職業公會 就是以同樣職業的人所組的公會 比如說消防員 就是以消防員為什麼 為職業人 就是消防員職業公會 警察 以警察為職業人 他可以組職業公會 產業公會 就是同一個產業裡面的產業點 我以老師為例 老師如果組教師職業公會 他參與的人就是什麼 就是老師 但是我們如果組教育產業公會 連學校的公有 除工有沒有 都可以加入 他不是在教書 但是他是在交易產業裡面 這樣子各位理解 那職業公會企業公會 產業公會 企業公會 企業公會就是以廠廠 以廠廠 就是以 如果以私人企業為例 就是以廠廠為範圍的 會組織的叫企業公會 但是老師是被禁止組織企業公會 所以我們只能組職業公會 跟產業公會 那我現在所服務的這個組織叫 全國教師公會 總聯合會 我們是第二層的組織 我們叫做公會聯合會 剛才講的職業公會 產業公會 這個都是第一層 收的都是自然的 就是收你的會員 全教總 我們簡稱全教總 我們是收法人 就是收會員公會 所以我們個人不能加入全教總 但是各位如果去組了一個 什麼教師公會 為什麼教師職業公會 產業公會 就可以加入 這樣子 好的 這個是我當初在做公會宣傳 勞教的時候 面對老師也好 或是面對其他想要聽的人 我去講 這些都是質問 各位看一下 老師是功能嗎 為什麼要組織教師公會 不是已經有教師會了嗎 為什麼還要組織教師公會 怎麼不在教師把裡面定就好 老師不是專業人士嗎 為什麼要組織教師公會 然後聽說加入教師公會要喪失權益 因為這一招有沒有用 這一招對 這一招當然是官方拿來恐嚇老師的 就恐嚇老師不要組公會 說你如果組公會 你就會怎樣 喪失權益 那甚至這個理由都編的根本 跟事實相反 他也編 但是老師信不信 老師真的信 我舉一個例子 他當初教育部宣傳一個講 就說勸老師不要組公會 因為你們一旦組公會 你就要從原來的公保 放棄公保 改保什麼 老保 好 我現在這樣問各位 了解狀況應該就知道了 請問老保好還是公保好 老保好還是公保好 有人知道嗎 老保好 我完全希望我趕快保老保 但是老師現在是保公保 為什麼老保比公保好 老保現在是年金啊 公保是一次幾步啊 公保如果以老師的這樣 同樣的投保的標準 公保以我為例好 假設我交三十幾年以後退休 我的公保可以領一百六七十萬 一次領 我如果領老保可以每個月領 大概兩萬塊 領到中老為止 哪個好 當然是老保好啊 老保的保障也比公保多 各位真的不要誤會 不要以為公園都是比較好 這裡老保就比公保好 所以 但是很多 很多老師就不知道啊 所以我那一段時間 常常接電話被罵 說你們這些主公為了 害我要衝什麼 原來的公保比較好 要改保老保 教育部也搞定專案 教育部真的以為是好 他拿這個來恐嚇老師 很顯然他真的認為公保比什麼 老保好啊 他才會拿來恐嚇啊 結果相反 真的是誤會一場 各位看一下 然後 教室公會只迴乎前一 就是剛才講 不關心教室專業 不關心什麼學生的受教權 後面有這些都不要講 就是我們遇到那麼多的質問 這個是消防員或是警察 以後可能要組公會 都是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再來 好 簡單講大概就這四個 後來我請一個朋友畫了漫畫 我用漫畫宣傳給 就是對我的老師做宣傳 大概就這四個意見 老師不是老公 你看他講什麼 這個是在講 就是 有一個講法就是講什麼 老師是專業人員 專業人員怎麼可以組公會 請問醫生能不能組公會 醫生可以組公會 醫生組了公會以後 他的醫生的專業會消失嗎 我們的邏輯是 到底是怎麼 長怎麼樣 怎麼搞不去 我是一個老師 我組了 我加入教書公會以後 我變成不會教書嗎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講法 我說我們用這個漫畫 然後再來 這個是在講說國情 有沒有 每次講到台灣 有可以跟其他世界 不一樣的地方的時候 就講到我們國情不同 所以我們就這個台灣小姐 出場的時候講說 我們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不準老師組公會 這個全世界的國家 聽了都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沒有人禁止 沒有人禁止 就是台灣禁止 再來 這個就是口課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如果組公會 我就要取消什麼 取消含暑假 然後不能有18% 不能有公保 要變成勞保 18%那個剛才已經講 1995年 以前才有 以後也都沒有 現在年輕的老師大概七成 完全沒有 一毛錢18%都沒有 所以不要再汙名化他們 警察消防員都是 在座如果有年輕的警消 他們也都沒有18% 一毛錢多年 好再來 這個最好笑的 我們老師常常在課堂裡面講說什麼 職業不分貴賤 勞動者都是神聖的 有沒有 但是 叫你老師要承認自己做 是一個勞動者 那個壓力非常大 很多老師不認為自己是勞動者 請問勞動者 受負者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 從事一個工作 年齡跟薪水 你是獸薪階級嗎 對不對 請問老師的薪水 自己發的嗎 家長給的嗎 不是嘛 我們如果在公立學校 就是政府給 對不對 私立學校就是私校董事會給 所以就是有一個給我們薪水的人 他就是雇主 拿薪水的這一幫就是什麼 就是勞動者 受負者很容易理解 對不對 好 這個我們當時 因為對老師宣傳要裝的比較學位一點 右邊這個是誰 各位認識 左邊已經認識了 左邊誰 愛因斯坦 右邊是誰 杜威 杜威曾經選過美國的總統 後來沒選上 這兩個都是赫赫有名的學者 對不對 杜威就是教育學者 社會科學的 那愛因斯坦就是自然科學 對不對 為什麼弄這兩個給我們的老師卡 因為這兩個都是美國教室公務的會員 是用這個來戳破什麼 有人敢講這兩副專業嗎 為什麼專業人士不能組公務 完全是謊言 這完全兩回事 這兩個就是 他們以實際的行動證明他們是什麼 受佈者 再來 為什麼組織教師公務 大概就是這幾個為一個 教育專業學生的利益 老師的權利為了社會進步 再來 好 我現在講一下 教師公會的勞動三權 這是大概這樣 你可以把教師替換成警察 替換成消防員 團結權是什麼意思 就是 老師為了要維持及改善勞動條件為目的 而組成加入教師公會的權利 警察那個消防員都一樣 團體協商權是什麼 教師公會有雇主 協商有關勞動條件相關事項 並締結團體協約 協商完以後要締結團體協約 這個差別就是剛才講 以前都是官方片面宣布 以後希望勞資協商 只有警察才會懂得警察的干顧 懂得警察他怎麼樣執勤最公平最合理 對不對 可以真的保護治安 然後又對警察不會過勞 只有消防員了解消防員的干顧 也只有老師 我常常講說很多反對公會 我就舉一個例子 在座段裡面要求你 台灣職棒是起警服服很多年 現在感覺好像不錯 之前很多打腳球 請問你 我後來歸咎一個很大的誘惑 當然有很多誘惑 很多什麼有的沒有的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沒有一個強大的職棒球員工位 最不希望職棒打腳球的應該是誰 道理簡不簡單 職棒打腳球就讓整個職棒運動怎樣 不被球迷不被市場信任 整個瓦解 瓦解以後誰受害 第一個受害就是球員沒工作 所以如果有球員工會 很強而有力的球員工會 我覺得理論上不應該發生什麼打腳球事件 都不同意 所以有警察會去組工會以後來破壞檢察的這種 這種在社會或是在市民或是在警察自己的這種 破壞自己的這種工作的形象 工作的勞動條件嗎 會這樣子嗎 老師組工會會 組了工會以後來破壞自己老師的勞動條件 然後讓大家罵 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有沒有 但是以往我們常常被拿這個拿來恐嚇 所以你們組工會就是正權奪利什麼 好 正義權就是剛才已經講了 就是我跟雇主協商以後 然後他還是不跟我協商嘛 然後他還是要打壓受僱者 那到最後我就可以發動體力行為 體力行為到最後就是 最後一招就是罷工嘛 在哪裡 好 那教師會跟教師公會的差別在哪裡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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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公會是法的 公會都是法的 這是公會法規定的 教師會 警察也有警察協會 有沒有 你們組的那個叫做人民團體 那個都不是法 好再來 主管機關不同 公會法的主管機關是 在中央是老闆會 在縣市是縣市政府 但是教師會的主管機關 全國是在內政部 在地方政府是在社會局跟教育局處 各位看到有沒有差別 有差別嗎 再來 當然 會復駕獲得保障 教師會的復駕駕 是等於跟官方 取得一個默契 他法律沒有明文規定 但是公會法裡面是有規定的 當然我們不代表有規定 我們就完全不會遇到問題 因為 官方或是教育的官方或是部署 他看到我們組的公會以後 他還是想盡辦法去打壓 所以可以限縮就限縮 但這兩回事 這是兩回事 等一下我們再講 再來 來協商權 再來 這是教師法第27條 規定教師組織的基本任務 寫得洋洋沙場 但是教師會並沒有一個 有力的武器去捍衛去執行這些基本任務 我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寫的那麼多條 每條都很重要 但是老師沒有這樣的權力去捍衛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 朱立倫這幾天又在搞民粹主義 跟議員 跟議員 那個很清楚就是 配合演出 有沒有 同黨的議員質詢說 什麼雙新家庭很多啊 什麼 那個什麼 爸媽媽都很辛苦 體育奔命 有沒有 所以我們學校 市長你同不同意 學校的課後照顧 國小 延長到七點 朱立倫當然很爽快 就是這種 答應 在我看這個就是民粹 他不是解決問題的 好的方式 他會讓整個台灣官學員再向下沉 就所有人就是 就是在超過公司都拼經濟 還一直丟給學校 然後所有爸媽媽去拼經濟 這個事情如果是經過協商 就可以阻止他 但是沒有協商 沒有協商的奉勸 他說了算 他來決定受誤誤的什麼 工作條件 請你到底誰留下來看 他的勞動條件怎麼算 這些老師留下來的人 他沒有爸爸媽媽沒有孩子 各位聽懂我們意思嗎 警察校他們一樣 都一樣面臨這些問題 好 對 公違法的課 法律上 我講就是法律上 他確實確定了 可以對等協商 就是勞資要對等協商 但實質上運作當然會有很多的狀況 那我們再講 因為有些事情不是法律的問題 是實際運作你會碰到的相關問題 好 這一條很重要 就是沒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協商 沒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協商 不然就是不當勞動行為 不然就是不當勞動行為 這個以前在教師會的時代是很難想像的 因為即便是教師組的教師會 三級教師會 我們面臨的都是主管機關 但是如果這一條能夠去真正的去落實 比如說朱立倫他講的那一個 片面由一個市長自己決定 他抬新北市幾萬個老師的工作條件 他一個人講一句話就定了 就是沒有勞資協商就是這樣 有勞資協商就是 朱立倫他的代表 比如說教育處或是誰 他來跟新北市的教師的工會來協商 教師中央也不見得就是一定反對 但是總比你市長一聲令下 就說全部就是到七點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總要來談到底怎麼樣輪班啊 怎麼樣做啊 這種例子太多了 朱立倫的前一屆叫周錫偉 周錫偉之前也是很魅俗也是很民粹 他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新北市所有的學校 都來做那個國小英語延長教學時間 好不好 請問你是爸媽這樣看的 有人會反對嗎 然後都是講很好聽 以受教權為名嘛 提升學生的什麼 國際觀啊 競爭力啊 這些又來了 沒有人會反對 只有教師會反對 教師會為什麼反對 因為你每個小朋友的課 每一個禮拜是固定的 你增加了英語會不會排擠其他人 一定會排擠 那請問合格老師哪裡來 隨便去抓一個老師來教英語嗎 不可能嘛 所以我們已經警告在前面 就是說你這個政策一定會失敗 不信 就是硬要推 到最後硬你也就宣布失敗 第二個例子 好了現在不是在講那個十二零國家 大家已經快瘋了嗎 十二零國家 各位知道嗎 現在一堆人在抗議 都跑去跟教育部抗議 真正應該抗議的聲音知道嗎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了解十二零國家 或是反正就一團亂 真正北北基現在在抗議 他其實不應該抗議教育部 因為這些辦法都是誰定的 都是基北區 主要就是好龍斌跟朱立有定 結果好 我剛才看那個聯合報的報告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什麼市長講師 還是跟好龍斌澄清 好龍斌來給他愛的擁抱 就是他害死這些學生 好龍斌之前也做過 就是北北基一綱一本 共犯基策 有沒有 那也是講得很好聽 講說讀那麼多本很累 我們以後就 台北市就只讀一本 所有的教育書都一本 這個就是在控制嘛 在透過教育書去控制這種思想 完全不對 因為考試的時候 就算每個人讀的一本不一樣 他考的是綱 叫考綱不考本 但是好龍斌他就是媚蜀 就是對欺騙社會大眾 但是家長搞不定狀態支持 當時也只有教育委反對 就說你這個政策保證失敗 一年以後 就是道歉舉公 真的是這樣 所以 如果我們有一個教育公會 比較完整的權力 這些錯誤都會避免 我想消防員警察 一定能夠這種甘苦談 他也必須透過這種團結力量 才能夠去阻擋錯誤政策 在那裡 好你看 調理學員可以定這麼多 那其實公部門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其實公部門 相對於私部門的員工 他有一個優勢就是 其實我們很多的權力 都已經是法律一點 所以能夠從裡面去 再去定的其實也沒有很多 但是它總是一個空間 就是比如剛才講那些錯誤教育 就是要這樣去執行的時候 或是他要 片面要增加警察的勤務的時間的時候 法律沒有明定就來協商 總要協商啊 警察自己團結起來 組的公會 去跟雇主協商 說我們應該怎麼樣分配 我們不會把治安號在一邊 但是應該怎麼樣去執行比較好 再來 禁止搭便車 這有點複雜 法律上 進步國家 團體協約都是可以禁止搭便車的 什麼叫禁止搭便車就是 我當然是公會代表會員去簽的這個團體協約 非公會的會員就怎樣 簡單講就是不適用 或者說你要適用 就是要繳服務費給公會 合不合理 很合理啊 但是在台灣很難做到 法律上有空間 但是不容易做到 在公部門更難 因為公部門就是 一切都是法律已經明定 所以比較不容易 四部門也很不容易 要努力去開展出來 再來 明定團體協約的效率 就是這個團體協約 協約是有效的 他規定的很清楚 再來 明定罰者 剛才已經講了 有沒有 如果 違反這個 導致正義主理法 團體協約法相關的規定是有罰款 罰雇主喔 如果教師公會 我現在前教總假設要跟教育部談 教育部是違反 陳契學當年就是罰教育部 這個在教師會時代是很難想像的 因為在教師會時代 教育部是主管機關 現在我是全教主 應該是跟教育部一樣平行平坐 兩個是勞資的良造 好 曾一全 明定主管機關 這個差別在哪裡 教師會的主管機關 同時就是他的什麼 就是他的雇主 所以會產生很好 很教育的狀況 比如說教師會要跟教育部談 教育部他又是雇主 但是他又是主管機關 所以等於他在半年到最後還是他什麼 他說了算 簡單來講是這樣 但是現在不一樣 主管機關 叫勞動體系的主管機關在導偶會 導偶會表現怎樣一回事 但是已經區別開來了 就是勞資應該是法律保障在合理 就是平等的良造 就讓你導致自己去協商 再來 這個是導致正義處理法 有三個專章 就是依到正義行為的時候 可以調解可以仲裁可以裁決 你就不講 就是有三個專章 教師法剛才我們講的 規定教師組織的條文就三條 這完全不一樣 三個法律完全不一樣 再來 好一樣有明定法則 有沒有 明定法則 都是寫在法律裡面喔 再來 好 這個意思簡單來講 就是圖法不足以致行 就是 確實教師公會他可以運用的資源 法律的保障 遠遠優於教師會 但是實際上運作 他還是有很多問題要去處理 要去 要去 便利很多的挑戰 主要就是僱主 特別是 老師的這些以前的僱主 就是教育行政單位 他們都是從骨子裡 反對老師組公會 從骨子裡 他就不認為老師是功能 所以他 他很難從心理上接受 老師是一個功能 然後站在一個對等的 這種協商的角色 這個要有時間要調整 所以 我們知道很多那種勞動學者 譬如說劉德的學者 都會講說 德國的小朋友 三年級就在講罷工怎麼罷 為什麼要罷工 我們的教科書不會出現這個 所以剛才講勞動教育 人權教育 老師的 就是我們自己做的老師 老師的這種責任很重大 教科書沒有寫 不代表老師不能教 老師還是可以教 這個當然要以時俱進 沒有還沒 現在還沒有那麼近 就一般的老師可能還沒有辦法 那我們要再多宣傳 再來 我自己這樣子做了十幾年 我當然也會沮喪 比如說遇到很多挫折 很多挑戰 甚至被老師自己質疑 被老師罵 被家長質疑 當然很多挫折 但是你看全世界其實真的都這樣 經過三個階段 禁止 怎樣 就是先反對 比如說現在很多朋友在爭取公民權 18歲的公民權 對不對 他也是一步一步啊 本來女生也不能投票啊 全世界都這樣 本來投票要看你有沒有錢啊 有沒有 但是後來會變成一個指標嘛 我們先去進步 全世界都這樣先禁止先鎮壓 然後後來就是消息融了 就是你已經整個社會氣氛都改變了 到最後就是積極保障 其實我回想台灣老師 組織共衛的歷程 我們沒有被鎮壓 我們沒有被鎮壓過 我們鄰近的國家 其實有一個國家跟我們很像 就南韓 南韓本來也是法律明文禁止 因為他算那種無教武器 這是東亞的民權 也是禁止老師組公衛 韓國人然後民族性跟台灣很不一樣 他禁止還是照主 照主以後他的 重點他的政府也不是那種擺著好看的 他政府就鎮壓 幾千個老師 公衛幹部 教師公衛 主教師公衛的 這些老師全部被拖著的工作 就是還被關 韓國人怎麼做你知道嗎 這才是公衛 真的很佩服的不容易 不喜歡這個國家 但是要佩服他們 怎麼樣講 我們辦公室都知道 有人用那個Sansung的手機 我就很氣 我們辦公室裡面 跟各位的無關 我覺得 這個破壞 韓國的這些 教師去組的公會 被剖著的工作學 很多人被關 韓國的老師 這些公衛的會員 出錢養這些人的家庭 看到那個過程都很想掉 很感動 有沒有 這才是公會啊 但在台灣不太容易這樣 大家會至少能欠選 或是明則保身 韓國他們走過來 當然 然後最近 他們現在總理總統叫做胡錦惠 又把教師公會的理事長 好像又要起訴他還是觀看 他們兩個公會 一個公會是比較親政的 一個是比較主體性的 他先打壓那個有主體性的公會 的教師公會 國際又欠選 然後再來 我自己是這樣看 老師他的主體性 老師為什麼要主體 老師的主體性就是因為 我是從事教育工作 我應該有一個教師的專業自主的空間 我跟學生的這種教學 教課書這些問題 不應該由統治者來決定 應該是基於老師的一個專業自主 跟學生去做教學相長 應該是這樣 但是如果老師沒有主體 沒有專業自主 沒有主體性的時候 老師就很有可能會變成工具 甚至不自知 就是我變成一個 執行國家統治機器的這種工具 然後我扮演這樣的角色 我還不知道 我甚至還認為這樣子很好 這就不對 我自己認為組織工會這個過程 就是讓老師去自覺 讓老師去反省 去批判 我做一個老師應該有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一個職責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這 因為老師 教師這個職業 真的特別不一樣 他應該要讓社會進步的這種 這樣很深的這種想法 這個教育工作才會有意義 而不是我只是一份工作 我只是把書加好 讓他考試考見都累積 不是這樣子 所以老師要反省什麼 反省老師的階級意思 老師可能一般被講成是中產階級 但事實上什麼叫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也是受負者 也是受負者 所以不要去放大老師那種 中產階級的那種生物 應該是去放大老師的勞動者 這樣的階級生物 這樣的階級的意思行態 反省老師與統治者的關係 我剛才已經講了 藍的綠的我們都一樣 教師公會通常往往會站在統治者的對立面 我剛才講的什麼郝龍斌啊什麼朱立如 剛好因為他是藍的執政 綠的執政的時候我們也一樣 也都這樣 我們不會因為藍的就怎樣 綠的就怎樣 完全沒有 就是回到教育專業的主題性 反省教師跟教育行政的關係 這個就是以往老師被當成工具實況 我不知道各位聽不清楚 寒暑假的時候 不是寒暑假 那個給消節的時候 會有台灣燈會有沒有 台灣燈會不是到各縣市去巡迴嗎 每一次巡迴到某個縣市的時候 不特定的縣市的時候 那一個縣市的老師 中小學老師就要被吊去做花燈 那個都不知道有沒有 被吊去做花燈 然後集體做花燈 我根本不懂美術 我怎麼去做花燈 但是這個警察從小梅 一定都有很多這種言語 要充人數嘛 請問你 這個會不會影響學院受教育 因為以往就是教育行政說了算 老師不敢反抗是最關鍵 我常常罵這些老師 誰叫你要去 不應該去啊 你應該留在教室裡面 負責你的教學工作啊 不應該用這種方式 但是以往就是 這樣子是最便宜形式的 找不到人的時候 比如說選務工作找不到人 就誰來當個校老師就去 最快嘛 所以老師要去反省 我們跟國家跟教育行政都很關心 扭轉看問題的角度 現在不是要選舉了嗎 什麼藍的綠的 我從來都不這樣子看 應該用什麼來看 你是左的還是右的 你是要商品化還是公共化 要市場化還是公共化 有沒有 有人號稱庶民 他到底講的什麼庶民 有人當然百分之百就是權貴 但是庶民不代表 庶民不代表左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庶民提出來的方式 可能是比權貴更幼的 可不可能 當然可能 這個都要被檢驗 所以我們 我一直跟老師對話 不要用那種很傳統的角度 去看這種問題 你應該導致要有進步性 應該是扭轉這些看問題的角度 反思學校教育跟經濟權利的關係 這是在講什麼 教育局有一個很核心的任務 就是要讓階級翻轉 讓社會進步 如果教育達不到這個功能 老師做一個教育工作的人 是失敗的 就算你讓你教的學生 考上劍頭給你 考上台青教 也是失敗的 這個社會不會進步 會停滯 我們的階級會更M型化 所以現在台灣的教育 面臨很多的問題 主要就是什麼 比如說以高等教育為例 這個非常明顯 社經地位比較高的 可能念公立學校 比較家庭環境比較不好 大多數可能念什麼 失校 這個教育部都有統計 去看助學貸款就知道 助學貸款 念技職體系的 比念普通大學的 申請助學貸款的多 念失校的 比念公民學校的 申請助學貸款的多 這個就可以知道 誰在念什麼學校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我們不能讓教育 繼續這樣子下去 所以我們 其實教育公安 這些都是很大的挑戰 我們要做的其實是這些事情 最後環境教師的社會責任 這些都是我們的教師公會的任務 其實到最後講到維護權益的 只有很少一部分 很小一部分 我再簡單再講一個例子 很多人把公會的權利 公會要爭取的受付的權利 跟他要服務對象的權利 把它對立起來 這完全錯誤的 我現在不要講老師 講醫生 在做到有沒有 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也在爭取主公會對不對 也在主公會 改善勞動條件 很容易理解嘛 一個醫師 或是一個護理人員 他如果過勞 請問影響誰 影響病人啊 百分之大影響病人 所以怎麼會 會有一個邏輯說 你醫生主公會是爭取醫生權利 是犧牲病人權利 我們不是常常這樣子講 老師也常常被這樣子講 你們老師主公會 都是只想爭權奪利 是學生權利與服務 就是講這樣 我剛剛不是講了很多例子嗎 破壞學生權利 侵害權權利 都是助力合法文明治療 都是這些人啊 所以沒有那一回事 不會因為我們主公會 教育變得更差 只會更好 我相信警察跟消防員 跟公務員都是一樣 再來 教師公會 這是我自己的期許 就是 教師公會他的一個 很重要的核心任務 真的是要培養孩子的 基本勞動的一個概念 要讓台灣這個社會 能夠再往前 往比較進步 比較文明 的那種標準去走 這個 教師公會扮演的角色 非常的重大 我們當然遇到很多挑戰 包括我們自己內部 老師也要一直對話 老師也要成長 我們成立教師公會的時候是2011年 那時候是檢元24年 我們是24年以後才教育檢元 所以如果真正講學校的檢元 或是老師 教育的檢元 是遠遠遠遠遠於什麼 政治的檢元 或是社會的وق 政治檢元是1987年 如果 老師能夠主公會 當做教育檢元的時間 是到2011年 我們晚了很久 我覺得要補課 就是不只是老師 包括家長、教育關係的人 各位曾經當過學生 或是你現在是家長 你曾經當過 各位現在有的是學生 以前有的是家長 也有當過學生 我們應該也去面對教育出現什麼問題 應該怎麼樣讓教育變得更好 教室都會一直要扮演這些照射 所以我們也跟很多進步環境 就是互相連結 能夠不只是把教練擺在教育 或是擺在教師權益 我們也希望關心社會 那社會更進步 我是不是就報告到這邊就好了 感謝各位 謝謝 謝謝羅德學老師 他非常詳盡的介紹整個工會的 尤其是教師公會 作為一個禁字公務員公會 這樣子的一個職業 那組成公會之後 對於權力的保障 然後也對於就是 促進整體社會權利的一個效果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就是 跟警察處境非常接近的消防員來談 就是消防員現在還不能組成公會 但是消防員已經很積極的在爭取 我們公會的權利 那也希望很多就是一起來推動 相關的公務員能夠組成公會 那但是就是有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 那就是請 鄭亞林秘書長 大家好 就是我們是 消防員工作權利署庭會 剛剛聽那個羅老師就是講很多 就是勞動三權啊 協商權啊 公會法之類的 其實我對那些超不熟的 因為消防員完全用不到那些東西 我們沒有我們不是用公會法 然後我們也不能送不當的勞動行為 給到委會之後裁決 我們也沒有 法律也沒有保障我們協商權 我們正義權 可是就是我們沒有 我們被限制了從組織會的權利 但是難道我們因為被限制 我們現在就不行動啊 其實我們會認為說 其實我們會認為說 其實一個組織到底有沒有力量 或者是我們一個組織到底有沒有力量 其實取決於的是我們的實力在哪裡 其實取決於在 我們勞動者受護者的那個 覺醒的程度在哪裡 也取決於就是我們 會員的組織率之類的 好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其實也跟消防組協商了 就是用我們的組織實力去爭取來的 我們叫做消防員工作權利促進會 其實我們簡稱就叫做消防員工會 我們就是把我們的協會長等工會再玩有沒有 好然後好下一頁 好那我的報告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講消防員協會跟社運呢 還有就是可能也是大家今天會來這邊的 的原因的前沿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我們想要進入消防員的世界裡面 去認識消防員的勞動條件 以及為什麼我們要組織工會 然後第三個部分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從去年四月到現在組織的過程面臨了一些困難 然後以及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待我們面對的困難 以及繼續未來要怎麼發展下去 好那大家對於這個圖片有沒有影響 好這個是四月二十八號 佔領中校方和團體 在佔領中校西路 然後警方大概噴了五十四水的那個照片對不對 然後 其實消防員就是也有參與這一場行動 主要就是我們去支援 消防員有被派四台水箱車 然後還有我忘了是幾個消防員了 去支援那個證報車的水源 不然不太可能他可以噴那麼多水嘛對不對 然後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行動 然後我們協會就是發了一個韓文 主要是針對說我們認為消防員就是應該要回歸消防法 我們的工作主要任務就是搶救災害 搶救火災預防災難 搶救災害預防火災跟緊急救護 好然後 那這個感覺完全跟支援證報水源並不那麼相關嘛 那既然他不是我們的主要工作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做 那我們去做的話 萬一附近發生火災的話 那誰要負責 我們主要就是提供提了一個這樣的質疑給臺北市消防處 好那先不管這個到底有什麼用處 好那我想要問一下 這個是大家支持警察組工會的類似原因嗎 是嗎 好那其實我會覺得就是 其實我當然也是這麼想 就是我可能我不是消防員嗎 我是台大社會系畢業的 那我為什麼會投這個工會 某種程度我也會希望去促進一個警民更加和諧 或者是說像德國警察就是可以就是跟民眾站在一起 或者是下次被虛擬的時候警察可以溫柔一點啊 對不對 會不會跟主持工會有關係 但是其實我實際在實務的經驗上 我其實並 我並不會把這個當成我現在要主要去推動的事情 或者是比如說我不會就是勞教的時候去叫大家關心大苗栗大埔 或者是繁核或者是現在的國道收費員 就是可能不是這樣推動的方式 但是我認為就是在推動我們從爭取勞動權益的過程中 確實是會因為就是勞動者因為看到自己的權益受損 想要爭取的過程 會跟其他的弱勢團體互相看見 我覺得那個改變是有可能發生的 好那那 嗯好那其實我會覺得那個我們要去改變警察 或是改變消防員的腦袋裡面的世界的話 可能必須要去更進入他們的世界 更貼近他們的勞動過程 可能才有辦法去促成 就是我們想要改變他的那些內容 好那其實但是我也很想要回應一下就是 警察不是現在現場的警察 而是網路上會有一些警察會認為說 所有支持警察主公會的人都是有心人士 是想要大家有聽過這種分數嗎 對那我也會想要回應這種分數 我會認為說不管就是這些人是不是有心人士 或者是居心不良 可是其實回到警察的勞動過程來說 就是主公會或者是由下而上的這種組織力量 確實是重要的也只有這種組織的力量產生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去制衡 就是警政署隨意的行政命令 或是隨意要你們超時加班的這樣的一個 由上而下很不斷的一個管控的方式 好那所以我們接下來我想要進入到消防員的工作內容 跟就是勞動過程長什麼樣子 剛剛我聽到警察也要抓蟑螂 我們是不是有點互相搶業務 好好好 消防員他們主要工作包含搭戶救護 預防火災嘛 但他們還會去風災的救援 還包含其他領打119 就是要求的各種服務 那可能會包含捕蜂啊 或者是舊貓狗啊 鳥啊 猴子啊 鴨子啊 或者是你的切實 然後手指或者是掃地 或者是撿棉被撿鑰匙 修熱水器是那個 修熱水器是最近的新聞 就是一個女警 去問那個總統說 警察也要修熱水器 這樣子讓他們很負荷不了 然後那個馬總統就說 欸可以叫消防局去做 我們就一片都要做了 這樣子 好所以其實 對就是他們的勞動會 就是什麼事情都要做 什麼事情都會做 都會被要求 所以難怪過了 好 好 那 我們的勞動身分是什麼呢 其實消防員他是半個警察 然後他也是半個公務員 然後所以其實感覺好像應該更有保障嗎 其實反而就是都更沒有保障 怎麼說呢 其實在 我直接講他們遇到的那些問題好了 消防員的工時 他是做衣修衣 做24小時 收24小時 或者是 這是在比較好的縣市 那在比較 人力更不足的縣市 是做48小時 收24小時 所以他們一個月的總工時 是360小時到480小時 其實是非常可怕的 更不要說他們可能要去做的是高勞力的那種救災啊 需要力氣的工作 還有開救護車這種需要專注力的工作 那還有另外一個也是人力不足的問題 全台灣 全台灣現在只有9000多個外型的消防員 全台灣喔 然後其實這個只達了他們的法定編制的50% 也就是說他們我們還欠了1萬名以上的消防員 可是我們的工作有多多呢 就是119 就是其實是一直打馬 然後救護車也是一直跑出去 那其實是非常沒有辦法負荷現在的需要的 那再來就是高指長風險 我想這個大家可能都可以理解 救火 救火 救火就是本身風險就很高 那其實還包含其他的 我們看下面中間那個圖片 他是那個去年年底的新聞 那他是怎麼樣呢 他是一個南投的消防員 他為了上去救貓 在30樓的高度救貓 那因為其實消防員沒有被訓練怎麼救貓 所以他就是像舊人一樣去追那隻貓 結果貓跑的他掉下來了 然後昏迷 昏迷了三天三夜肝臟破裂 好 那這個 對 那旁邊的那一個 就殉職的事情是去年 新北市兩個消防員在一場就是很大型的 家具 家具火災裡面 就是因為也因為人力不足的關係 沒有人在後面就注意這兩個進區火場的人的狀況 所以這兩個新北市的消防員也殉職了 所以其實我這個定義叫做火場內外都是災難 火場看起來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我們的公食的制度的問題 我們人力不足的問題 還有我們就是被叫去抓貓狗 卻沒有給我們相關的訓練跟人力的問題 其實會讓我們就是 就是看起來會是比火場更危險 就是陷入比火場更危險的災難中 那可是我們怎麼認知這樣的事情呢 其實我們會發現大部分的消防員 有個非常就是普遍的一個 怎麼講的 宿命官嗎 還是一個理念 就是他們會覺得遇到的是命 沒有遇到的是運氣 對 遇到的就是命啊 我也躲不掉 所以就是用一種比較消極的方式 那這個就會是我們協會想要反對 或者是想要去改變的 我們認為沒有什麼運氣好不好的問題 運氣好 運氣 所謂的運氣不好 是指說我們在窮盡了人為一切的努力之後 還發生意外 我們才能叫他運氣不好 可是如果我們 我們有辦法去增人力 我們有辦法去改工時 我們有辦法建立職場安全的系統 那我們不去做的話 我們就不能說這個是因為運氣不好 這是我們努力不夠的問題 好 那 所以這些東西都這麼的迫切 跟這麼的重要 那我們 我們要怎麼去做呢 很 我們其實消防員跟警察一樣 都有一個叫做基層員警做談會 好 那他是怎樣呢 就是可能 就是由基層員警舉手跟長官說 我們有哪些問題 可是其實這樣的 我們認為這樣反應問題的方式 其實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因為他就是會把 這很容易要長官覺得 這不 這只是你個人的問題 這不是普遍的事情 可能就只是 比如說我反應說 我覺得工時太長了 那長官可能就會說 我妹姐這樣啊 你等一下就過去了 我舊毛狗摔傷了 這是你個人訓練不足 你個人不小心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說 我覺得評比太多了 我不想一直掃地 可是他們有可能就會直接說 這代表分隊的作戰能力啊 所以我們就是你不要跟他們 所以其實這樣的反應的方式是無效的 對 再來 所以我們會認為 既然是制度的問題 既然是這麼普遍嚴重的問題 那其實就要靠集體解決 那這個也是我們協會的精神 我們消防員工作懸疑促進會 全部的會員幾乎都是來自我們的基層消防員 那其實這可能跟一般現在市面上的警察 或是消防消防員的其他 進去 就其他的團體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覺得 我們就是要用一共會的方式來玩 所以我們主要是收基層限制的消防員 那我們的工會幹部也是基層的消防員 那我們會認為說 只有當我們就是在這些事件過程中 都把消防員的主體放在最主要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所關注的議題才會是最能反應消防員問題的議題 那也只有當我們以體體的身份去跟長官 或者是消防局、消防局訴求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的問題 才不會被人家會認為說是個人的問題 那個制度的問題才會被看見 才會被重視 再來就是我想要分享一下 我們的組織的過程 好其實我們組織過程有點 有點因緣巧合 其實我覺得 好我們一開始是 我們先辦了一場遊史 其實這個跟一般公會籌組的過程 我們非常的不一樣 我們是非常冒險的辦了一場遊行 然後讓大家辨識到我們是誰 之後我們才去跑環台的說明會 然後透過那次環台的說明會去累積了我們的會員 然後我們去申請立案 然後在去年的年底才成立這樣子 好那其實我想要透過組織的過程 也去突顯說消防員啊 就是我們這一群我們服務的收工者 他們的那個群眾的特性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 其實這個就反映什麼 其實一開始我們在動員大家 一出來遊行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大家都非常的害怕 然後一般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透過很密集的說明會啊 或者是幹部會議 然後去確保U型人數有多少嘛 可是我們在秘密去組織大家出來的時候 很難組織到大家出來 所以我們就採取了一個很冒險的方式 就是我們開啟了一個叫做搶救消防員的臉書 然後我把它定義為由外而內的動員 因為消防員一開始自己不敢站出來 所以我們就透過民眾動員消防員 透過女性動員男性的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有點像是外 就是透過外利的方式 給消防員信心 然後讓他們覺得這些權益爭取是重要的 然後更有信心不要害怕被打壓 然後在406那天站出來共和一起遊行 好那再來下一個 然後之後我們在辦完遊行之後 我們就開始投訴協會嘛 那我們也遇到其他一些勞動權益的問題 比如說我這邊只挑幾個啦 好這個是我們在去年7月 遇到的反刑惡修理案 這個案子是什麼呢 就是台北市消防局 他在我們 他們現在是刑24小時之後24小時嘛 可是他居然在去年7月的時候 他提出了一個草案 他想要把大家的公時改成 刑48小時之後24小時 所以我們就覺得怎麼可以接受 我們辦了一場遊行 結果我們公時都會拉得更強 那我們當然覺得我們一定要 一定要把婆娘開到最強 然後斬到底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也只是在網路上的 這個也是文宣站而已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才出路 才剛開始 可是我們的網宣就打得很兇對不對 我們那個時候是一個 我們就把局長的話 就是用圖片的方式說出來 呈現他有多荒謬 比如說他說 你只是說48小時可以比24小時睡得更好 然後 而是這樣 請問說更好的原因 是因為同仁都不用反對 不用回分隊處理業務 因為他們一直在分隊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這樣子的話 可以給外界更好的 給外觀感等等 其實都沒有改 就直接呈現 他的那個文物效果就很好 那這個之外 我這邊就是呼籲大家 一人打一通電話 跟局長求救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大家很生氣 然後其實就有動用到集體的力量 真的很多人把局長的電話關爆了 然後他也非常的緊張 甚至我們有一天上了自由時報 不過我這個想要講的是 我們也在這場情緒中發現一個 一個消防員特性 就是其實大家好像還蠻害怕衝突的 就是尤其是 就是針對長官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做了一個 就是支持情惡修一的一個長官的 左邊這個圖啦 因為他們那個 這個圖的脈絡是這樣子的 那個是因為我們反對 然後他們就喊停 可是他們又要下台 所以他們又覺得說 我必須 他就提了一個方案是說 好那大家現在來投票 我們是民主的社會 你們要 你們要維持情惺修一 還是你們要改成情惡修一 就是 那我們當然會覺得 你這個投票 不是叫我們在兩個爛屁股裡面選嗎 你要我們過勞死 還是馬上過勞死的差別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圖 就是說你要我們 這個投票就好像是叫我們吃屎 還是吃屎這樣子 那 其實我做完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我們想到出去 就被大家罵死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 你怎麼可以把長官的臉這樣秀出來 你怎麼可以讓他手上拿屎呢 大家就在指引我們這樣太激進 好下一張 所以我們後來也因為 就是在行動中了解大家的特性 所以我們也會選擇 在策略上面會轉的方向 比如說我們就會選擇 不罵長官個人 就是改批評消防局的制度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會開始做一些 就是論述 就是說故事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就會採用愛賓政策 我們就會去訪問消防員的老婆 然後發現他們情惡修衣多辛苦 然後這種故事 用真實的故事動致疫情 然後發起連署這個 連署這件事情 那我們發現連署 大家好像比較能夠接受這樣子 好那再下一張 好那再 再來就是 這個我想要講的是 這個是我們在高雄市的消防員 給他發起的行動 他就是採用一個人的方 兩個人的方式去提告消防局 強迫他們加班 然後沒有給補修 跟加班費 然後這樣的話 其實在體制內的保障 體制內走的程序是 你先向高雄市的消防局申訴 你申訴完了以後 你再向公務員保訓會去提訴院 那你也想也知道 這兩個已經都給你駁回 然後再來駁回了以後 你可以提出 像司法機關 就是最高的高等地方 高等法院 提出行政訴訟 好那這個案子 我們最近會判 那會出爐 可是其實我想要講的是說 就是在我們沒有公平法的保障 然後其實你要去靠行政機關 去給你公道 或是改變這些制度 我們還在嘗試 可是我們會認為 我們會去打一個問號說 我們如果只去靠 只有體制內的救濟 只去靠打司法的行政訴訟 這樣子是有用的嗎 因為這種其實就是用個人的方式去打仗 那其實協會的精神我們會認為說 協會的精神我們會認為說 只有我們透過集體組織的力量 才能給真正的給市政府 或者是政府去施壓 所以我們其實是想要做集體 集體打仗這個路線 好但是我們要去作戰的話 一定會面臨打壓 我相信就是在場如果有警察 應該也會覺得 我也會害他說我出來 我會不會面臨到就是很多很可怕的事情 那其中我就整理一下我們 誰會遇到哪些事情 好那其實現場也有我們的理事長在 他等一下可以現身說法 講他被打壓的實際的經過這樣子 好那這些我們被做什麼事情 其實有一部分是像是口頭威脅啊 說你辦遊行啊 你就小心不要沒有工作 或者是他就會禁止他吊休一個月 或者是主管曾經在我們一個參 有人來參加我們的記者會 消防員嘛 然後主管辨識到他來參加 然後那個主管就跑去他們家 去找他的父母去泡茶聊天 要求他跟行為保持距離 然後或者是說 我們也有 也有會員都能申訴他遇到的案子 然後我們可能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那個會員就會要求寫一個 這個記者會不是我辦的報告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包含那時候 在打一個跨區送醫的一個問題 那個消防局就抓到這個辮子 他去栽贓給一個會員 說他偷了內部的公文 那其實完全不是他偷的 那他就是說什麼 我在你家的IP啊 發現你PO了這個東西 那他就是找了他們分隊的分隊長跟督察 然後還有警察局一直著約談他 然後並且威脅他說 消防局已經對你提告了 好,那再來就是 剛剛看的那個高雄的消防員 他去打那個行政訴訟的時候 那消防局就也人毛消防局 所以他今年那個消防局放話說 要把他記五個 就是找了他五個小辮子 要用18支申戒把他盯的淘汰 就是公務員解剖的方法 開考集會 然後擊過淘汰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去區分這個打壓好了 怎麼說呢 我覺得很多人會問我說 在消防員 對消防員或對警察來說 打壓這麼可怕 那我出來萬一被打壓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我反而會回問他說 那如果我們不行動 那個風險在哪裡 對阿,那我們可以剛剛去看到說 其實大家面臨過勞的問題 非常的嚴重阿 然後還有公使過場也非常的嚴重 然後摔傷阿,火場殉職 這些事情其實是一直一直一直在發生的 這個就是不行裝的風險阿 可是如果我們行動的話 我們才有機會去改變這個體制 才有可能辦法讓未來的就是工作 變得更安全 所以其實我們怎麼說 其實我會認為說 只要抗爭 只要爭起權益 它必然伴隨著打壓 那可怕的其實不是打壓 可怕的是我們有沒有準備 我們沒有準備好 要面對打壓這件事情 好,那其實這個 我們去分析這個打壓 前五個都沒事 就是什麼威脅提高這個 發現消防員根本不敢告 因為他根本就找不到一個 可以到的法律依據 然後 比如說丟工作好了 就是楊樹偉他現在還活很好 然後就是要求跟協會保持距離 這個其實就是口頭的威脅 他其實考驗的是你精神 就是心裡就是到底怎麼面 你到底武不武裝好去面對打壓這件事情 如果你武裝的不夠好 你被他嚇到了不行動了 他就成功了 可是如果我們可以更輕一步 把大家團結起來 去跟他做一個對峙的行動 其實我覺得要怕的 也許反而是消防局 或者是消防署 好,那所以就是我想要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那些遇到打壓的人 他給我們的一些回饋 他現在的一些心裡的狀態 好,那這個是A 會員A是那個時候 就是長官去他家裡訪尸的人 他說他一開始也擔心 被貼標籤影響工作 可是他想想看 平常已經累得跟狗爺一樣 再累一點好像也沒差 所以就是他就 他還是後來還是繼續加入我們 然後再繼續動我們的案子再打 好,那再來就是會員B 他覺得好像參與協會增取工作權益 是件好事 應該比好人有好報 但是事實上 得到的都是你是個麻煩 你這個人有問題 你要這個人要特別注意的稱號 可是他發現這個國家的社會 每個人都被無形的打壓 這反而鼓勵著他去面對政府 支持他自己去更就是 面對政府的不合理的動作 繼續去挑戰他 而不是一味的害怕 一味的等著被審判 好,那這個也是協會追求的精神 不是嗎? 所以他也希望每個會員 可以有感的站出來說 我是消防員 我有加入協會 就是我不怕被打壓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人 好,那就是我想說 接下來的時間 是不是就請我們的理事長楊世偉 就是簡單分享一下 你那時候被打壓的經驗 還是大家提問 我們提問時間大概可以有半個小時左右 我們提問時間大概可以有半個小時左右 基本上大概九點四尺 那看大家願不願意給他三到五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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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消防 消防員工科全域 住進本理事長楊世偉 大家好 不好意思 那個 那我就耽誤一些時間 然後去分享一下就是 剛剛他前面兩個講到這個打壓的東西 大概就是 呃 在講過 就是我在辦遊行那時候 然後 欸 這個 我的長官就私底下到恩惠來 跟我 洽談嗎 就是關心嗎 幫你辦遊行那時候 不知道怎樣啊 好 當然 就是以前畫家門之後 就是他言語之間 他當然不會直接去跟你說 你們沒工作 但是他會 間接或者是 透過一些其他的字眼 譬如說 欸 可是這樣子上面的話 可能要讓你的工作權出問題 是很簡單的事情 那 你可能要小心一點 然後你不要被外面的團體利用啊 咬被 誰啊 然後上了街頭遊行 結果那個場子 變成別人躺著的場合 對 那我相信 未來如果警察要做同樣的事情 你會聽到一樣的話 絕對不陌生 絕對不 絕對會百分之百一樣 因為 消防的官員 就是從警察分出來的 對 我們的關係就是這麼的密切 對 然後再來就是有 像我們的主任秘書 他們又來的時候 我怕你 我很擔心你 我怕你當河 做完這次遊行之後啊 可能就沒有下一次了 對 就是這個 聽起來感覺是很平常的話 可是你就會覺得 他背後可能是有什麼其他的意義在 但是這種言語的威嚇其實 呃 大家可以看到我還磨得好好的 對 就是 他可以威嚇你 但是他沒有辦法 真的 能夠對你造成什麼影響 其實他並沒有實質的心態 只是你心裡會不舒服 對 然後 可能你心裡在那個當下 會有一些害怕你 可能 因為他都是在遊行的前夕來的嘛 我406號遊行 他可能4月3號 來找我 那你就會擔心 哇那要是萬一我遊行那天真的失控啊 或是什麼的 那就可能真的會有影響 但實際上 並不會 事實證明我們的遊行沒有失控 而且我覺得 民眾也都還蠻支持我 所以我認為事情 就是應該要做了你才會知道說 到底會不會是像長官所想的那樣子發展 對 那我會覺得比較實質的打壓就是 雅琳剛剛有講到最後一個案例 就是 也是我們協會的幹部 那 他最實質的打壓就是 他記得 挑了很多的小片子 然後開始瘋狂的記他生界小貨 還有大貨 然後現在就是要 可能就是準備年底要以兵等好開 那這個也是我們協會目前的重點事項 那剛剛羅德水老師其實已經有分享到 他們消失工會的一個組織歷程 那我覺得 我們好像提早在經歷了這個 對 就是所謂的威權時代的東西 對 那我也很同意 羅德水老師剛剛講到的 其實 威權統治並沒有從台灣消失 因為我覺得自己在消防或警察提示裡面 看到的就是一個 完完全全的白色恐怖跟威權統治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沒有消失 而且他只是隱藏起來的 然後 會出現在一些 特殊的人身上 以前是教師 然後警察 消防 軍人 這些 對我覺得這個都很明顯 那我會覺得 聽完今天羅德水老師分享的東西之後 我也希望今天在座的警察學長們 我覺得 我們應該去體認到一件事情 就是 呃 如果 如果啦 如果說要成立公會 證據權益這件事情 我們要先經歷過打壓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正在經歷 那代表我們是有機會成立公會 對 那甚至 我會覺得 我站出來要去組織協會之前 很多的學長會跟我們說 我們就不能組織公會啊 然後甚至這種 組織公會就要罷工的這種邏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認為這是人們潛意識裡面 對於自己受到壓迫的一個最好形象 為什麼 因為 你為什麼會直接的認為 組織公會就是要罷工 除非你是真的受到了極致的壓迫 就其實很想罷工 對 對 就是然後 為什麼會有人認為你組織公會就是要罷工 其實我覺得 如果是資方講述這樣子的話 其實那更直接的證明 那完全就是 那完全就是他在壓迫你的證據 因為他懼怕你 所以他才會說你組織公會就是要罷工 問題是如果說你沒有壓迫 你底下的勞動者的事後 你為什麼要擔心他罷工 罷工只是都會給予的其中一個爭議權 那他幹嘛不講團體協約權 好 我們不要罷工 那你幹嘛不說 你組織公會之後就可以有團體協約 他們當然沒有智障 他們不會講出這種話 因為你組織公會之後就可以團體協約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社會到消防員現在開始了第一年 那警察說不定明年開始第一年 幾乎工會好像走了到現在兩年嗎 對啊 我覺得我們離十年都還很久 所以我們應該還有很多時間 然後我希望十年以後可能 可能就會在其他被壓迫的工作者 要組織公會的場合 說不定我也會像羅老師今天來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十年前的組織公會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也不錯 對不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就是接下來開放大家提問 那可以就是有各種提問 一輪先三到四個人 然後大家就是問題就要剪短 這樣更多人可以問 那就是都可以問 可以問三位講者也可以問我們 我們兩個人 對 那剛剛有一位 那我請問一下羅老師 就是因為像警察跟校長 他們其實基本上是二元的 所以的情況跟警察大畢 那教師裡面有確實 教師裡面有各種狀態 教師的主任跟校長 其實都是考上的一種 最重要的就是 在二十年的一個組織運動 或者當中 我們處理是 以你個人的身分 去看待 進入管理牢 然後變成就是 主任校長 正到最後變成一場 或是 醫學這個位置 甚至到教學區 那還有就是 就是以你個人的身分 非以你是一個教師會的 這個身分之下 你會有所對嗎 謝謝 還有沒有 我剛剛看到那個 請問我跟簡報有講到 那個目前好像公會法 就是如果協方破裂的話 那個 股主裡面會受罰 但是大部分都有上限 我只想要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 其實大部分的股主或資房 他們其實 不管是 加班費的就是 可口也好 或者是大部分他們 對勞工壓榨 其實他們所獲得的那個命義 都遠大於那個罰款 也就是導致就算真的 一切順利他們被罰 其實 就是對他們來說 其實是划算的 那這個部分我想請問 是不是其實 各公會 或者說 偏總辦的聯網之間 有沒有 就是對這個部分要修修 當然有關於困難 好 謝謝 那還有沒有朋友要提問 就是 剛剛聽完大家 剛剛跟各位長者分享之後 其實我現在 對於警察主公會這件事情 但我唯一的疑慮就是說 在警察內部的聲音 是不是真的不夠強大到說 可以推動這件事情 因為 之前聽說警生會是幹這件事情 對不對 但是 三二四張圓形畢爐了 完全圓形畢爐了 甚至 你知道 警生會 甚至連警生會那個 之前 站出來的主公會那個代表 四二八當天 就在街頭上 對他要鎮壓的人 挑釁 他們現在完全 就是說現在 所謂要代表警察 把權力的這個團體 結果表現出來 是這個樣子 那 在他們頭上 那在 在他們上面 那些所謂 他們那些代表 都像葉玉蘭這些 這種 這種貨色 就更不用講了 對吧 所以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說 如果警察內部的聲音一直 就出不來 還是被這些 被這些人的聲音所擁斷 然後說警察本來就不能做公會的話 那我們在外面推動 會不會 反而失敗 失敗狗犯 甚至 反而就 甚至反而被社會大眾認為說 我們有什麼資格代表有什麼差 我不要擔心的是這個 好 謝謝 謝謝 還有一位 那我們就是 這一輪先讓 那個 這四位 因為我就是延續前面那一位 提問者的說法 因為我也很好奇就是說 這一個 推動 就是警察 公會 推動 會 這個部分 有沒有跟警生會 這邊做 還是說你們 因為我覺得 這未來你們會有一些衝突 就像他剛才沒有講到 雖然說可能 都是希望去 維護更多 或爭取更多的警察權益 但是問題是在某一些部分 比如說像在看三一八學 這個觀念上其實是不大不一樣 那未來你們有合作的提 還是說你們是分頭的進行 謝謝 好 謝謝 這一輪的提問 我們先讓 回應一下就是關於警察的部分 然後再回頭過去就是去談那個 那個叫什麼 拔金還有就是在教師公會的過程當中的那個 那個 行政跟基層二人對立的狀態 好 所以剛剛大概跟我們組織相關的那個 我們組織一個是 我們有沒有要跟警生會合作 然後我們有沒有得到他們的 就基層的機緣 的聲音 然後以及就是質疑他們的一些想法 可能跟我們不太一樣 三點嘛 第一個跟警生會合作 我們的確有跟他們會面或什麼 但是不太能夠確認確定說 我們彼此未來的交集 那不排除去創造一個共識 因為我覺得並不是預設立場說 對方現在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把你推開 因為 呃 必須坦白說做這個很困難的地方是 他們的想法跟我們很難很難取得共識 可是就是因為這麼困難 我們才會由外往內做那件事情 沒有辦法由內往外 這個很辛苦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說 我們做這件事到底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會花多久的時間 可是做的沒有損失 損失的就是時間 對 對啊如果成功了的話 就可以獲得非常多 對 對 所以我個人就是 或者是我們大部分的共同的共識就是 我們並不去預設任何 或者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教授 或者是警車會 或什麼樣的團體 他們現在可能是怎樣 那我們可以跟他取得共識或獲得資源 是什麼樣子 那未來我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合作 更新 都是不怕預設電子 我們可能會知道說 對方大概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怎麼回應 或怎麼樣去 處理他們的疑慮吧 因為雙方的落差 並不是我們已經去質疑或譴責他們 然後你就可以 嗯 處理掉的事情 就這個要花很多心力的時間 對 第一根這個 然後第二個是 什麼 第二個是 基層的聲音的話 我們現在開始漸漸有接觸一些警察 然後坦白說數量不多 可能 反正是數量不多 但是慢慢的開始 本來他們可能是個人在自己的頁面 或是偷偷的有朋友知道或什麼的 那漸漸的我們會希望可以把這些東西團結起來 那連想都不敢想的人看到了 譬如說我們今天辦了一個座談會 譬如說我們辦了一個遊行 我們遊行有上百人欸 就是本來以為只會有二十人 結果我們有上百人 至少有上百人聽聽組工會 至少 那只敢想的人在家才會有多少 那敢在出來的人會越來越多 對 就是不用去擔心說 嗯 他們不知道或他們不了解 或者是他們 我覺得是 因為我們 現在在做的事情是真的 就是 藏在一期鐵板 就我們可能也有朋友就是 很受傷 每天可能躲在家裡哭之類的 對 每天都在被罵 可是我覺得沒關係啊 就是 心理素質堅強 就是這個過程 一方面訓練我們心理素質 另外一方面也讓這個鐵板 有可能真的就可以踢破 然後可以就是接觸到 真正警察的內部 對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對 第三個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還有什麼就是 第三個過例 喔 呃 無本就暫時回答就是 萬一無本警察公會被動會這部分 那不知道兩位還有 或其他人 證明有什麼 我們 我們先 先就是回答完 好 好 好 因為是不是時間有點有點短 剛才您的問題 簡單 就是整理教育回答一下 就是 警消跟海群 原來是一個系統出來的 但是我們教師 教育人員的內部 都會 他面臨的問題 我覺得主要不是 管理者跟老師之間的問題 主要是 學校屬性的問題 就 公校跟私校 還有高等教育跟中小學 這個有明顯的落差 就是以組織率來講 現在高等教育 就是大學教授 大學老師 這一個區塊 他們組織率非常低 因為他們 勞動條件已經那麼差 很多人被敗 然後變成是過勞 或是那個 那叫什麼 平健 有沒有 但是大學老師還是不認為自己是工人 所以他們 組工會的比例很低 第二個比較低的 就是私立學校 因為私立學校現在又少職化 所以私立學校老師也不太敢組 這是我們比較大的評論 那教育人員的狀況是這樣 當然 每個老師他都有自己的生涯規劃 你剛才講的那個是 很多老師的自己認定的生涯 職場的規劃 我就是要去考主任 以後變考校的 或是去考教育行政 這樣子的規劃 確實存在很多老師的心中 那我們做公會運動 不會認為自我實現只有那一條路 我們也鼓勵老師去做組織工作 大概是這樣 但是我們不可能 不可能期待大家都來做這樣子的工作 還是有很多人他會去做 剛才那樣的自我實現 他的路徑是這個樣子 那 現在 公會法裡面規定 唯一不能加入 教師公會就是校長 因為他就是校長 那其他主任主黨其實都是可以加入的 所以我們很多公會都是由主任跟主黨加入 也都是我們的會員 我們都一次投入 這第一個問題 您剛才第二個問題是講 就是現在勞動三法 確實他都面臨很多的射限 所以其實是 這個 不是完全是保障勞眾的權益 我簡單講一點 第一點是在公務部門的部分 比如說公立學校老師 或是國防事業 我們分別被受很多的限制 比如說我剛才講 公會法 我們不能組企業公會 團體學法 現在我剛才不是講 我講的是比較 法律表彰比較正面的那一面 就是我們可以團體協商 但是現在的規定是 我們團體協商要主管機關是何可 這等於主管機關他有兩個角色 又是球員又是一個仲裁者的角色 這個都要修 第三個爭議權就是不能罷工 那益祥他們做很多努力 這是兩公約 現在馬政府在檢討 公會法很多抵觸兩公約的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 公會法就是朝著 那個比較符合兩公約的規族去修 大概只能這樣子做 那在還沒有修之前 其實就是各個公會 彼此常常都會做連結 比如說我剛才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公司的派遣的問題 我們丟一酒要去生育 就是一樣 就只能透過這種方式 那第三個 我沒有參加請拿主公會的這個工作 但是我從我的角度我分享一下 我認為外圍有朋友在幫忙 他會造成一種社會輿論 會鼓動工場 這些都是好的 都是正面的 這個有助於立法院去修法 有助於一般人的反省 就是說怎麼樣去看待公務體系 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他們被限制那麼多權力 到底合不合理 都有幫助 但是 警察公會或是消防委公會 真的要去掛牌去成立 也不可能假首他們 就是基層的警銷人員就是要站出來 其他什麼會或是什麼樣的學者 我覺得那個就把它擺在一邊 因為 組織工作都是要紮紮實實的 就是基層員警 消防委員 要覺醒 也只有這些人都站出來 這個公會才是有主體性 有自主性 這個公會如果是由特定的人 由上格下去組的 那反而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反而是應該是很紮實的 基層警銷 就是可能要去宣傳 那這個要排一個組織的那種工作的那種 看外面怎麼樣的意外 那這個工作當然是壓力很大 挑戰很大 因為你一定會受到很多打壓 所以需要很多的這種朋友 互相的幫忙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關鍵 而不是法律 也不是外面的 而是警銷了你們自己怎麼樣看待 現在有人在幫你做這件事情 而你還是認為我不應該做 那可能連宣傳我們都還沒有做 以上分享謝謝 謝謝 我們最後三個提問 大家一分鐘就好 因為我們要被趕時間 剛好就是這三位 最後面那位先 那警察主公會是自由啦 那本身警察他 速度沒有提升 這是最悲哀的 那洪洪姐也就被 像那一次他你的手機 他不應該跟你搶去 他也可以跟你搶去啊 他叫平華 他誰會 不能搶你的手機啊 再來我依照很多啦 我的親姐一位是警察 那也很大喔 這個 這個 督察 也是用警察主管 他們根本都不 進度那個 洗髮基本能錢保障 對 那這怎麼辦 因為我們的教育 進度警察學校 對洗髮 基本能錢都沒有在 像我們出華麗機的 基本 洗髮基本能錢 都不會講 你進度警察學校 他都不交那個基本能錢 啊 這個警察在讀刑法 都隨便交一交 過程要再說亂 亂搞亂搞 人家不犯罪 他也給人家 就違犯罪給他移送 然後警察過來去 他們讀法一系的 我們就 這過程都要很了解 所以警察 如果要跟人論刑法 他們都論輸我們 因為他 讀不清楚亂搞亂搞嘛 啊所以說 今天警察自己本身要提升嘛 你警察你學校不交 你要去看洗髮基本能錢 他多補一下 他現在哪個主公會 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我的意見 謝謝 那 就是前面 我們剛好 凡是四個人舉手 我們就 讓四個人都能講 其實就是要儘快一點 謝謝 你好 就是其實我 五一勞動節 有去遊行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人 去遊行 然後可能你們警察公會 會動的 就是固定在同個地方 我因為一個人 就是到處去看看 所以我是從尾巴 一直走到人 其實就是當天很多人 支持警察公會 因為 一路上很多團體 只要遇到警察 都會講 支持警察公會 所以其實 因為 人數大概 數百 就是當天 去參與人 然後其實我 我這邊有個問題 是說 所以你們警察公會 一定要有警察 就是警察 就是警察來做行 因為不管怎麼講 你們不是警察 然後 就 這地場就很不弱 所以 你們之後就是 會有些行動 就是 會去 希望警察 有點那種煽動 或是什麼就是 推動 推動警察 警察 行動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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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大家好 我想強調的還是 在政治鬥爭方面 因為這個領域 是屬於 雙版來的領域 但不曉得說 也會 提上的 本身 或是想要深入氾染 領域裡面 去找出一些他們的 那個候選出來 像是 楊石秋 啊 甚至屬於國民黨內 比較邊緣 他們會很有記憶的表現 但是國民黨 中央沒有記憶的他們 這一點還爆發到 這次懸運過後 其實有非常多 淡然的一些 免性朋友 他們組織一些團體 那如果我們一旦 都過去的思維 就才能來去對抗 應該把他們洗腸 但我覺得這樣是 並沒有什麼好的效果 讓他們能夠獨立自主 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說 還是要分 這個還是要談 分割國民黨的問題 因為我認為國黨政治 大家有許多的 要自律 不要再有什麼 還在投票板 和投票這樣的事情 謝謝 謝謝 最後一個 謝謝 謝謝 我主要是請問是說 警察工會那個 東教人員的工 跟警察工會 這兩個 因為 事實上有警察 開始主動去 跟密保委員 遊說了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未來事實上是非常樂觀的 只是說他們 因為剛剛離開 其實他是警卷 然後 他把公司在上面 國道警察 他不敢下來 然後 他們一直在 就是我們有機會 都跟一些警察朋友聊 然後 他們還是提到 他們認為說 為什麼不限處警察 工會 因為他們覺得 會不會 不直接 跟當權者有做抵抗 但是我 因為這不是我的專業 所以要請教各位前輩 這樣 謝謝 謝謝 我從我印象比較 就是前面問 工會跟 就是工會的不同 其實在剛剛的那個 介紹裡面 就有提到 就包括他們的協商或什麼 等等之 然後因為 從組工會 工人的工 的主要提倡者是 所以他們可能是一個 比較優勢往下的力量 那跟我們 一般對於 工 勞工的工的工會 的想像會不太一樣 然後 再來提到說 我們接下來的策略 就是 是不是我們一定 還是要從他們 就是 我們是一個推動力量 但我們不會是組成者 所以 我們 在做的事情其實是 宣傳 推動 然後 把一些理論 就是講得更清楚 然後 然後創造各種機會 讓警察能夠接觸 或是能夠採取 採取行動 對 那 接下來可能會辦 跟做談會 或者是 有 任何聯繫 學校 對 然後 整理 就是一些警察相關的 或者是 就是開始接觸 因為其實有一些警察 本身就有在採取一些 積極行動 可是可能 他原本只有個人的力量 那也許我們之後可以 就是串聯起來 有一個集體的力量 那 但是 對 目前就是距離到 就是 譬如說 像消防員 這樣都還有 蠻大的一段距離 對 還在想記一下 柯老師或者是 壓力要不要 從一些 就是 譬如說 工跟工的想法 或者是說 就是對於 政治 透過政治 的施壓來 創造工件 對 其實我覺得 就是我們的這個路線 就是消防員工作群的路線 它其實我們強調的比較像是 組織的普攻 就是比如說我們 類似像今天這樣的場合 或者是我們一直開說明會 我們要找的就是一個一個的種子 就是對就是我們協會的精神 有認同的基層消防員 然後透過這些人的組織起來 我們再去產生力量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的定位很清楚 就是我們要靠自己 組織的實力 去挺出我們自己要的政策 去發揮影響力 所以去找 我們當然也會找議員 找政治人物 犯難犯怒 我們其實可能都會找 可是那個不會是我們主要的規劃 對 所以我們的主要的力量 會是把它投入在培養 我們積極的幹部 可以充分幹部 然後以及 撞達我們會員的那個組織率 好 所以這一題 那再來就是 所以我們也會認為 在現階段就是去想說 我們在體制內 到底可以成立 公務員 公務員可以組成公務員員的協會嗎 可是那個協會 我們會認為沒有用 因為那個協會是 所有的公務員 在各個縣市 每個縣市都可以組一個而已 那公務員的整備這麼多 你怎麼樣 在這麼多種公務員員的組織中 去要求說 我要警察的福利 或是我要消防員的福利 我們會認為那個很難 所以公務員協會 我們不考慮 就是工人的工會 我們不曉得現在 可不可以組織工人的工會 欸不是 公家的工那個 但是我們也會認為說 就是那一個工會 就是其實它是 它是讓所有的 在這個體系下的人 就是包含主管 或者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加入的一個 比較像是 這個整體產業的人 都可以加入的 那像是律師的工會 或是醫生工會 那它保體系內 給我們的那個 的那個保權益 去在這個下面發展 那是不是有一種更更更更更激 就是另外一個路線是說 我們就是居組織這群人 我們這群人 如果有戰鬥力 我們就是工會 我們就可以去討論 我們的勞動體制 這個比較是我們的路線 謝謝 謝謝 那你補充要補充 那個工程有補充 就是剛剛關於公屋人員的工會 跟老公這個工人的工會的相關 或是每些相關論述其實 我們粉絲專頁上有 然後更完整的東西 大家可以上去看 然後我想要再特別提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可能有提到 128或是3233、324的 一些警令之間的衝突 其實兩件事有在現場 然後我們後來跟 警車會員會長就是見面的時候 也有 他也有跟我們提到他看到 一些東西 我覺得雙方的認知 跟看到東西不一樣的時候 就會產生很多的 沟通上的破裂 然後就是那時候可能 我心裡也會覺得蠻痛的 因為就看到東西是不一樣 沒辦法 他們看到的可能就是 民眾 他有什麼用磚頭攻擊警察 那我們看到的可能就是 他用水車攻擊我們 所以 就這真的不是說 他對我們錯 或我對他們錯的問題 是 那個沟通的橋來也要建立 就是我們可以一起看到 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們一起做什麼 或者是 諸如此類 對 因為 譬如說就我的立場來講 我就會覺得說 公會的建立 他 一個可能的功能就是 譬如說 增加警察的 防護性的裝備 然後減少攻擊性的裝備 這樣警察比較不容易受傷 然後他也比較不容易會攻擊群眾 而沒負責任 對啊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但是 就是現在高層都會把警察推到第一線 然後讓他們被群眾打或是去打群眾 但是一個能夠 最能夠保護雙方的做法 就沒有人提 那這會是 就是我們在跟 就是 跟其他警察團體溝通 那互相瞭解 對方看到的 對方看到的處境之後 那也許能夠提出來 一個新的 改變的可能性 對 但這就是需要 需要花時間 那我們 最後有 公商協會 那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分鐘 公商協會的那個 回合來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我是抱歉 我是工作傷害少年協會專業家 賀光彎 其實我們公商協會 事實上有 一直協助的 像基督公衛 他事實上在代表是什麼 代表台灣整個的 公共服務業裡面的 健康權的部分 好像開始出問題 因為 護士的勞動條件 越來越差 造成我們這些 使用醫療的 這些 的病人 我們也開始產生一個問題 我們健康權 開始受損 他們受損就是我們受損的 我們在協助 消防員的 員工促進會 我們也發現 他們是在做什麼 他們在做 台灣的公共的 公共災害 可是你會發現 他也是人力不足 有啪啪班 這個 你剛才也聽到 這樣子的 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操來用慘 人力這麼少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慘 好像台灣的 我們的公共照護 我們的什麼 公害的問題 好像也開始被侵害了 我今天看到警察也是一樣 他們的 他是在幫我們 照顧我們的 所謂的 治安的問題 可是他們的人力不足 他們的工作 那麼過勞 可是在十年前 我們也協助一個 職財老 一個警察 警察 他也是因為長時間的 花花班 長時間的 他是一個刑警 他會面臨到 做兩個小時 休一個小時 做兩個小時 簡直就是不是一個 人過的生活 那他因為他是個警察 他是一個警察 他未來委屈台灣的公平與正義治安 所以他犧牲了他自己 可是當他發生過勞的時候 你知道嗎 當時候的和美分局的 當時候的和美分局的長官們 完全說 這個是他自己的 因為抽菸 因為自己家庭失和 導致的一個過勞問題 後來我們官方協議 30年前協助 找了一個醫生 好不容易認定他 因為公事滔腸 還有他的壓力問題 才認定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當時候 首例的一個過勞的案子 那後來呢 我們因為這樣子介入 才會發現 警察的勞動才會這麼差 可是當時候 他只是一個案例 我們公共協議 也希望他變成這個破壞 現在我們很熱切的希望說 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 警察公會的成立 公共協議 如果看到這樣子的 過勞的案子 我覺得 這是整個的社會體制的崩壞 好像不是他們的問題 不是消防員 不是機部 也不是警察 是我們一起共同的受害 所以我覺得不是由外人 可是我們一起受害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團結 如果有需要 方協議 我覺得我們也願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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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來參與 這場座談 今天我自己也收穫很多 我自己也有參與過很多 就是警察 勞動權 或者是消防員權益 然後有工商協會的行動 希望大家也都可以 有進步的參與跟討論 那就是大家可以填寫一下 資料最後面的回饋袋 然後找回那個樓梯口這邊的簽到處 對 那非常感謝大家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幫我們 就是折一下椅子 這樣我們家的床 會比較快一點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